都是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 跟人一样 再换一个新的环境 他需要不断的去示意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身体留出休息的时间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有朋友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配速 首先他要控制好 很多朋友配速在5啊 6啊 这个速度呢 说实话 相对中偏快 那么身体条件不好的朋友 配速到8 甚至到10都是有可能的 8到10之间 很多朋友说那是散步啊 我们要体谅很多 想运动 想减肥的出炮者 他们就是这个速度 所以呢 大家也不要嘲笑别人 我觉得我们都是从这样的一个速度过来的 只是我们坚持的朋友 那时候还小 没有体会到这种 变得特别胖 三高的时候 我努力减肥的时候 我努力想跑步的时候 这种真切的这种困难啊 你是体会不到的 在我的运动中 特别是跑步啊 我虽然坚持了很多年 但是我一直采用的是慢跑 我前一阵子给大家分享了超慢跑这本书啊 它超慢跑就是以走的速度跑起来啊 不见得稍微加快一点 速度是这样 所以呢 它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法跑呢 就是舒适 我们跑步一定要寻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在自己的舒适区跑步是最健康的 所以呢 很多朋友在问我配速 问我心率 我都逐一告诉他了 但是我在最后的结尾 我又跟他说 我觉得舒适跑是比较合理的 当你觉得跑步舒适的时候 你就可以忽视配速和心率 你会跑得很健康 跑得很开心 时间也会跑到很长的 如果我对你有一个60分钟的跑步要求的话 你一样会达到 因为你跑得很舒适 中年人 我建议你一周跑三到四次 每次呢 跑一到三公里 这是对初跑者的要求啊 前两个月的要求 你可以这样去操作 跑步前呢 我们需要充分的热身 这个啊 对于初跑者还是 跑步非常优秀 坚持时间很长的朋友们来说 都是这样的要求 跑前一定要热身 热身充足 然后我们 快过慢跑 100米 然后就开始 朝我们的目标 去进行啊 一个小目标 一到三公里 也许你跑了三公里 你觉得 还可以啊 不过眼啊 那你可以继续再跑 这样的朋友 一般体质是比较好的 只是他 没有发觉自己的潜质 那么有些 北棒的朋友 体质差的朋友们 他的确跑到一公里多就 喘得要死了啊 这个时候你就停下来 我们下次继续坚持跑 你只要坚持 你一定会逐渐的跑起来 距离越跑越长 时间越跑越长 你坚持两个月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 加大自己的强度了 我所谓的强度是 不是跑步的速度 而是跑步的距离 跑步的时间加大 比如说三到五公里 如果朋友们懂得 循序渐进的跑 逐渐的加大长度 加大时间长度 加大跑步的距离长度 我相信他会比你一次 我必须跑五公里 上气不接下气 这样的效果会好很多很多 我刚才是跑步啊 我们脑子也不要一根筋的 想到跑步 有些朋友的确不爱跑步 但是他爱骑自行车 他爱做挥拍运动 打羽毛球 打乒乓球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坚持的 一周坚持个三次 四次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跑步的 所以我是以跑步 为这样的一个基础点来说的 所以呢 对于中年人来说 一公里是我们跑步的 一个起点 以这个起点为目标 我们循序渐进的进步 只要你学会坚持 相信啊 不到半年 第一个动作 哑铃紧后盾 实际上是将哑铃 扛在我们肩上 等于负重 趋宽 趋气 下蹲 重心落在脚后跟上 第二个动作 将哑铃紧后 改成哑铃紧前推 我们双手将哑铃托起 至下巴高度 要领时 大腿下落与地面平行即可 第三个动作 是双臂哑铃深蹲 记住双脚与肩同宽 蹲起时不要完全展起 保持稳定 可以控制速度 第四个动作 哑铃直腿硬拉 须宽向下 哑铃贴腿向下向上 大腿后侧要有拉伸感 也就是我们的骨二头肌 要记住 全程腰背挺直 一头汗 练腿啊 打鸡群啊 就是容易出汗啊 我说不能让大家 经常性的大汗淋漓 但是我每次练腿 都是大汗淋漓 所以呢 我尽量一周蹲一腿 让自己大汗淋漓一次就行 大家呢 也可以掌握一下 这个度和量啊 如果这四个动作 你掌握的话 那么你每次练啊 练到位的话 组数四组 每组呢 根据自己的能力 八到十二个的话 我相信啊 你除了腿量有所改善 那么你全身练肌肉的时候 你都会有上架的表现 因为练腿 有助于你的运动表现 好了朋友们 腿练完之后 我们就要练 肩了啊 肩腿 肩呢 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啊 如果你练好的话 就会像一个衣服架子一样 有些 我看很多明星啊 不注重自己的身材 穿着几千块钱的衣服 就跟地摊货一样啊 所以很多人 现在很注重形体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练肩呢 跟大家分享四个动作啊 第一个动作 站姿推举 要领事挺胸抬头 掌心相对 这个动作主要强化 我们肩的前数和中数 实际上这个动作啊 我们稍加改善一下的话 它就是阿诺德推举啊 阿诺德推举呢 就比这个动作更加完善一些啊 它对我们肩部的肌肉的带动呢 它更加全面一些 好 阿诺德推举 大家要记住要理 大臂和小臂形成90度 大臂与地面平行 当然身体始终固定不动 第二个动作 前面平举 身体固定 雅铃要往中间平举 也就是我们的胸缝的方向 举到下巴的高度即可 第三个动作 侧平举飞鸟 落下时 手臂和躯干平面形成15度夹角 做这个动作 不能像倒水的动作一样 双手尽量向两侧伸展 好了 朋友们第四个动作 我们练肩的后缩 大家看这个手腕 这叫正罗 来吧 俯身雅铃测平举 这个动作比微弯 大臂带动小臂 测了看一下 记住腰背固定不动 这是正罗 根据我的经验 我认为反握是比较的 给道家说反者倒之动 于是很多好奇者就这样试一下 结果效果非常好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反握着去练的 我肩的感觉会更好一些 因为我只是教大家用雅铃嘛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几个感觉比较好的动作 实际上呢 我们在练习每块肌肉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动作 现在还在有人研究新的动作 层出不穷 所以呢 我们要寻找到适合我们的 我们做起来感觉特别棒的 正好这块肌肉的感觉特别棒的 这样的动作 我们要稍加练习啊 并且把它作为自己 现在是中午的十二点半啊 我还是采用这个时间来跑步啊 那么有些人说啊 健哥你中午怎么也有时间跑步啊 中午呢 大家都有时间吃饭 对不对 都有时间休息吗 对吧 我们中午总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吗 又不是某多多啊 那压榨员工的时间没有底线 很多的单位机构公司都是中午有休息时间的 中午吃饭 休息 聊天的时间 你如果不去操作的话 那么这些时间可以挤出来呢 运动 就像我一样啊 今天的天气不错啊 现在是七度啊 天气已经开始 暖了 风也不大 一级左右吧 所以这个时间跑步非常好啊 很多朋友说 健哥中午跑步不好 中午跑步呢 那夏天是热死了啊 肯定跑不了 冬天呢 特别是冬至到三九这段时间啊 中午跑步是最好的啊 我也说过啊 三九时候的地气是最冷的啊 冷气从脚底直接窜到了我们肾脏 所以呢 这段时间我们要用最好的这样的温度来跑步啊 中午是首当其冲的嘛啊 中午的阳光 冬天的阳光啊 离我们很远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觉得紫外线照射啊 对我们皮肤不好啊 这些基本上没有影响 那么有些朋友说健哥你这个断食一直要进行吗 那也不是的啊 我也是冬天前后到三九这段时间 因为是天气的变化 因为是最冷的时候 地气最冷的时候 我采用中午跑步的方法 所以采用了断食方法 这个时间要挤出来呢 连锁的带动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 我中午断食呢 是为了节省时间 但是断食呢 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啊 偶尔断食 间歇性断食都是没问题的 那我就是间歇性断食 因为一月十七以后啊 三就过了啊 我们就开始慢慢赢四九 呃 一月二十号就是大寒 俗话说的好吗 大寒不能小寒冷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 人和自然的关系啊 特别是运动的朋友啊 运动和自然 跟十四节 跟气候有非常大的关系啊 大家没事的时候 多了解了解相关的知识 对我们健康运动啊 非常有好处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了朋友们 抓紧时间跑起来 运动适量运动啊 会理解的更加透彻啊 今天啊 说这个运动量小 或者是运动量过大呀 对我们的身体呢 都是没有好处的吧 运动量过小呢 首先啊 它起不到我们 想要达到的效果 对我们心里的坚持度啊 是有影响的 那么运动量过大呢 反而问题会很多啊 比如说路上 我们看到很多 很能跑的跑者 他们比肤油黑消瘦 对吧 显得比较苍老 实际年龄要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运动量过大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身体机能下降啊 然后呢 我们体力恢复的比较慢一些 然后呢 就是免疫力下降 实际上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 但是过量的运动 免疫力下降 第三呢 就是肌肉的食肌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受到损伤的概念就比较大 首先运动量过大分两种 总是速度过快 对膝关节的损伤是很大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跑的时间过长 对吧 那么对我们的膝关节的损伤是很大的 所以过量的运动啊 它并不是一种健康的运动 实际上 我们对运动量的理解 通过中国的传统 我们一定会想明白这个道理 我前面说了 运动者应该懂得一些运动和气候的关系 运动跟中国节气的关系 咱们就拿二十四节气来说 在二十四节气中 小鼠之后是大鼠 那么 小寒之后呢 是大寒 我们现在就是小寒啊 1月20号就是大寒 小雪之后呢 是大雪 对吧 小满之后有大满 没有大满 二十四节气里边没有大满 它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有关系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中庸之道 古代先贤就说天道计满 龙道计全 所以呢 在二十四节气中 有小满 没有大满 千寿意满朝损思那天 这是上书说的啊 那么它跟易经是有一百相争 易经里边有两个卦 第一卦呢 是乾卦 乾隆的乾 乾卦 为什么乾卦排第一 因为乾卦是六条线 全是阳线 于是呢 第五个卦词和第六个卦词 它就是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已经在天的顶上了吧 它已经没有空间了 然后第六个卦项 立马就是 抗梦 易经中呢 还有一卦 就是非常好的卦 其他六十三卦里边有极有羞 只有这卦 是最急的 六摇都是急的 没有一个胸 这一卦就是牵挂 谦虚的牵 所以呢 牵手 满朝损 太完美的东西 往往不会长久 所以人类如果 一味地在追求实权实美的话 最后给你带来的就是身心疲惫 你的内心反而会受伤 严重者会带来灾祸的 这就是人道继权 曾国藩晚年在自己的书房 在自己头顶上写了一块匾啊 求缺斋 他就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太过完美 不要求全求满 所以我们把这个思想运用到我们运动中 那就是不要太过于求全求满 有些朋友经常跑全马 那么有些朋友呢 每次跑步啊 他一直要跑到自己筋疲力尽 他觉得才过瘾 因为跑步很上瘾啊 这一点大家都得到共识了 但是这样最伤害我们的身体 所以呢 运动量过小不行 他对我们的坚持的意志力会受到伤害 因为没有效果嘛 那么运动量过大呢 他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反而更严重 他并没有起到我们运动初衷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们的初衷是什么 运动让我更健康 大家好我是共母健哥 今天是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那么今天呢 练腿 一周必练腿 有人说吃 有人说别吃 迷茫了 该怎么每天去碳水 那么这个网友说到 这个碳水啊 我平时也经常在说 对吧 但是呢 我没有特地呢 专门拿出意气来说 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说一说 我经常说早碳水 五蛋白 满质维生素啊 实际上碳水啊 我们一日三餐 特别是晚上这一餐 我们是需要摄取一些 早晨呢 主要是吃一些高纤维碳水啊 说叶脉啊 说这个红薯 我以前健身的时候 那是最早前的时候 认为碳水吃越多呢 肌肉长得越大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厚的误区啊 非常离谱 有点无知者无畏了啊 越来越发现 汗水吃的越多 就会变得越胖 而不是肌肉越多 但是吃的太少呢 或者是不吃 你又没有力气训练 而且不在状态啊 经常是没有状态 非常低迷 所以呢 我们既不能吃太多 又不能吃太少 而且有人现在提倡空碳 甚至每天一点碳水都不吃 那是绝对错误和极端的 碳水是一定要摄入的 但是呢 我们要摄入的少 现在提倡的是低碳饮食 那么什么是低碳饮食 我们需要有个量 对不对 如果现在处在一个增肌期 也就是想增肌肉 那么我们每天摄取碳水的 这个重量呢 身体的每公斤重量 摄取三至五克 那以我为例七十公斤 那我身体每天呢 摄取二百一十克 三百五十克的这样的碳水 我们每天每天每个人摄取 那么这个克数我们如何来借定呢 大家总要一个通照物 大概啊 大家看一下 你买的那个袋装牛奶 就是二百一十克 大概就是你的量 如果换算出我们日用品的话 就是一块香皂 或者是三个鸡蛋 就这个量 所以我说 大家每天吃碳水呢 一个拳头 它恰到好处的将碳水的能量呢 提供给我们的身体 但是呢 同时我们身体会有更多的 因为碳水摄入而带来 那么有些朋友说啊 这个碳水啊 我摄入到体内有啥 水量啊 这个能量我刚才说了啊 如果你运动的话 有碳水你是有力量 壮量 但是少量啊 你要记住这个量 这个度非常重要啊 而且呢 这个碳水对我们大脑 起到了很大的分子 是大脑的 尽量的减少负担 同时呢 这个碳水对我们的内脏习惯 特别是肝脏和肾脏 起到一个很好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每天要恰到好处的 那么什么样的碳水化 会对我们比较好 同时啊 告诉大家 要经常看一看 类似这方面书 这上面就说了啊 给大家念一下 碳水化合物不足 注意力不及 说了 所以大脑 看 同一个抗衰老的做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必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 才能维护肌肉量 然而 摄取过多的蛋白质 是摄入的热量超标 进而呢 导致飞 所以呢 蛋白质我们每天也要吃 那也是适量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 就是低碳的 白米饭的氨基酸评分并不高 建议大家可以少吃白米饭 多吃牛肉 肉 金江鱼 三文鱼 这种氨基酸评分高的食物 可是呢 一有肉 就想吃米饭 这是人们的一个习惯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说了啊 肉可以多吃 米饭你就少吃点吧 不过这并非呼吁大家 不吃白米饭啊 白米饭含有碳水化合物 是大脑能量的主要来源 完全不吃 会引发低血糖 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更别提 微脂肌肉量了 那么面包和米饭哪个好呢 建议啊 根据个人喜好的问题吧 有些人喜欢吃面包 有些人呢 对米饭情有独钟 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注意量 有些面包同时含有糖和脂肪 所以呢 这两种成分 如果一吃到我们肚子里 我们就变成了肥肉 建议大家呢 在选购面包的时候 选择白土司的 对含有大量的黄油的 单卖面包 几乎所有的面包店 都会有全卖的这种面包 而全卖面包呢 富含丰富的纤维 维生素B1 比一般的面粉更有营养 建议大家可以尝试的去吃一下 那么具体吃什么 大家知道了吧 好了朋友们 大家记住了吗 碳水我们不能多吃 也不能不吃 吃呢 就是少量 一拳头 它对我们身体是有助的啊 提供能量的 今天是周日啊 现在是1点40分 太阳正当头的时候来跑步 但是还是很冷的啊 零下三度 然后这个风呢 刮得很大 大家可以看看湖面 风还是很大的啊 非常冷 三到六级的西北风 不过没有关系 我这个保暖措施做的 还是比较好 帽子 号口罩 鱼锅 都带上了啊 大家记住啊 冬天跑步 我们必须要把装备 废齐了 跑起来 我可以要把装备 我可以与你 好了朋友们跑了50分钟 大概7.5公里 我是慢跑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微微出汗 你看我头湿了 主要是我戴的这个帽子 所以我们需要到一个温室中 才能摘掉这个帽子 如果说你直接回家的话 跑完之后一定要戴着帽子到家才可以 冬天的这个时候 那阳光是非常好的 如果直射到我们的身上的话 那就是一种收阳的状态 那也补钙对吧 但是在咱们中国的阴阳和中医的角度来说 就是收阳的状态 那么身上微微汗就是排湿的状态 所以你要坚持这样运动的话 那么你身体的阳气就非常的好 我们人到了30岁以后 就是一种不断的阳气耗散 湿气进入体内的状态 我们要做的就是 不断的努力让阳气多进入体内 让湿气多排出一些 这是我们30岁以后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运动就是为了健康 我们一定要适量的除汗 大家一定要记住 大汗一定是亡羊的 大汗亡羊 那么我们大汗淋漓 一个月有那么四就OK了 如果说经常性的大汗淋漓 那真是对我们身体是一种阳气的耗散 朋友们要记住一点 有些朋友说这个冬天真的天气太残酷了 我实在是没法在冬天在外面跑步 我们华北还好一点 东北那就是真的很残酷 那么如何在室内我们做到这种微微出汗 也做到起到一个运动的效果 回家呢建格跟大家分享 这个方法呢不需要跑步机 我们不需要在家里买个跑步机 那是多余的 这个方法呢在日本的中老年群体中 还有减肥的肥胖的群体中 都是比较流行的 也非常简单 大家一看就会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方法呢 就是原地跑 大家看到了吗 脚就在原地 脚掌落地 跑直平衡 手臂摆开 歪关节在动 膝关节在动 摆臂 肩关节也在动 挺胸抬头 大家一定不要低着头这样练 这样不行 所以我们就算原地跑的时候 我们边看电视边操作的话 我们也要跟视线要跟电视平行 不能够看着手机操作 我们做这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就在自己的喜欢的某个环境中跑步 实际上在实践的过程中啊 这种想象非常的有效 让我们能够对这种超慢跑呢 产生很浓厚的兴趣和持久的走性 这种原地跑的强度啊 它的心率一般是在110到120左右 所以呢 这个心率应该是很舒适的啊 像我们平时在路跑的过程中 慢跑的话 在130到150 这个区间也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110到120左右的这个心率区间呢 我们就非常舒适了 非常舒适啊 那么舒适跑 实际上就是健康的 而且啊 110到120这个心率啊 对我们大多数 90%的人 都是比较舒适的 对吧 非常有效 所以呢 原地跑 它适合 90%以上的跑者 在家里进行啊 特别是路边 对吧 一周呢 我们进行四次 平时呢 如果觉得不过瘾的话 OK 没问题 我们中间穿插 两次或三次的力量练习 就可以了 因为强度不大 所以呢 一周七天都可以去进行啊 这种原地跑呢 也就是超慢跑 超慢跑的一种 所以呢 它对老年朋友 非常有效 为什么呢 因为强度不大 另外呢 它对膝盖的损伤 也几乎是无损的啊 脚踝呢 我们还可以活动 而且呢 增加我们小腿的肌肉 大家知道吧 小腿 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心脏 所以呢 小腿肌肉的锻炼 也很重要 肥胖的朋友 由于体重过重 有些很多都是慢跑 都膝盖疼 所以呢 这种原地跑 在家里呢 我们可以进行原地跑啊 你先坚持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 看看自己的体重降了吗 啊 我们再决定 哎 出去进行慢跑 或者是外面空气不错 天气也很暖和 特别是长江以南啊 我们可以进行原地慢跑啊 特别是我刚才说的那两个人群 老年人和肥胖的朋友们 这个方法呀 由于强度不大 所以呢 我们可以坚持很久啊 老年朋友至少20分钟啊 肥胖的朋友们至少30分钟 如果是我们中年朋友或者年轻朋友 由于环境的问题 没法出去跑啊 太冷了 我们在家的话 40到60分钟 啊 时间很长啊 实际上我们看着电视就解决问题了啊 边看边做 一集电视剧45分钟 那么 看完一集电视剧 哎 我这个运动也完成了 你再看看自己的心率 你再看看自己身体是不是微微发汗 这都是好的现象啊 当然在这样的运动坚持下 我们还要助饮食啊 肥肉不要吃 糖不要吃 少碳水 记住啊 少碳水 我所谓的少碳水 就是一日三餐 有两餐要碳水 拳头大小 一拳大小 或两拳大小的量就够了 不能再多吃了 碳水不能不吃 但是也要少吃 所以呢 这个方法啊 跟我看的这个书上的很多原理是一样的啊 他说到了 超慢跑对关节造成的负担非常小 老年是要参考一个心率表的啊 120左右 记住了吧 是奔武剑哥 运动让你一件更好的自己 我在网上经常买东西 我都给了一个链接 我放在我这个奔武剑哥头下面有一个全部 里边有一栏叫橱窗 我放在里头了 如果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大家好 我是奔武剑哥 今天是周三 今天练两 我今天打算练小剑 这只是大剑 还不太吃了 我现在再拆帅 你后来 我都遵恨 你 在这纸牙 我看你 有什么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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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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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能呈现出非常健美的肌肉 一般认为男性理想的体质在12%到13% 考虑到成年男性的基础代谢和生活中热量的消耗的问题 要维持这个数字 必须将一天的热量控制在8372千焦以下 8372千焦 当然了 每个人每天运动量不同 对不对 所以实际状况因人而异 无法一边而异 他这上面啊 这个黑体字说了啊 维持体脂率难易度和年龄无关 无论是你30岁还是40岁 只要你每持之以恒 一定能将体脂维持在上述理想的数值上 坚持运动 跪在坚取 是不是这样 上册呢 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关心的话题 我今天简单的说一下 上册主要是讲上身 上身呢 比如说驼背 驼背的真相 我们如何避免驼背 如何矫正 如果你有驼背的话 抗驼背的运动是哪些 肩膀僵硬了 我们如何解决 上班族这一块应该非常关心啊 那么抗肩膀硬的运动是什么 这里边还有饮食啊 它上面说吃住肌肉身体轻松 没有负担 就是蛋白质不足导致肌肉弱 碳水化合物不足导致注意力不集中 糙米和白米吃哪一种好 有很多啊 果蔬无法弥补身体缺少的维生素 怎么个回事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 一天吃两个鸡蛋有问题吗 这些问题 我相信也是大家关心的 所以这两本书呢 它就是 应该叫什么呢 健身运动健康手册 我们遇到问题都到这来找就可以了 就像一个字典 也不厚啊 很薄 非常实用啊 一个问题一两页就能解决问题 很多事情我们不需要知道原理 我们知道怎么做就OK了 就像有人问你 你怎么炒出这么好的菜 你说我放了少许的酱油 那么没有人会问你酱油是怎么做的 对不对 我只知道我要放多少酱油 所以这本书非常有效 这套书非常有效啊 健哥买了 放在我的这个橱窗的链接里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也非常便宜打折了 我在网上经常买的东西 我都给了一个链接 我放在我这个 温武健哥头条下面有一个全部 里边有一栏叫橱窗 我放在里头 如果朋友感兴趣的话 参考 好了 朋友们全力敷一个小时 今天把尖练完了 还是回答网友一个问题 就是问他说 冬天我为什么总是脚很冷 这个问题 你说的面点吧 刚才的那个问题啊 网友问这个脚为什么这么凉 冬天的时候 我相信夏天的时候 在空调的房间里有些人 脚也是很凉的 更多的原因就是 阳气不足 然后呢 虚寒体质 然后血液循环不好 所以呢 经常性的脚凉 特别是在秋冬季的时候 那么解决的方法呢 看了健哥的视频啊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一些啊 比如说适量的运动 对吧 让自己呢 微微的出汗 不管跑步还是其他的运动 比如说力量啊 比如说打篮球啊 你会发现你的脚就会很暖和 因为呢 办公室的话 血液又不循环 于是呢 我们的人体的末梢盾 比如说脚 手 它就会凉 卖加我们身体的阳气不足 阳气不足 我说了啊 阳气不足 很多人运动不了 经常性的夜跑 然后早起来洗澡洗头 都是耗散阳气的 那么我也教过朋友们 在往期节目中 做八段解释 包括收阳操 都可以缓解我们这个 阳气不足的 这样的情况 那么 含湿体之 那自然就是湿气进入体内 特别是爱运动的朋友们 啊 我们 大汗里啊 吸了很多汗 又不注重啊 对汗的处理 有些人呢 大汗之后 冰水 冷饮 然后呢 吹着风 到空调下面 吹着电风扇 凉快了 但是这个毛孔收缩 将你的汗 收到体内 时期就 日积月累很可怕的啊 衣水穿石 大家都知道 所以日积月累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现在也许走位 也许觉得健哥小题大做 但是当你 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 慢慢会感觉到 你个人正中 或者压力 过来 彻底解决 是解决不了的 比如说 阳气是不断地在耗散 湿气的不断地进入体内 我们只能够尽可能地阻挡 我们只能尽量做 那么尽量做的方法呢 最好的方法 教给大家 就是泡脚 如果说你一天 没有时间运动 那么每天回来 晚上 睡觉前 必须 大家发现没有 在这里 健哥泡脚的时候 除了放 这个12位的药包之外 我把水 没过了脚 水必须没过脚腕 因为这个脚腕 非常的重要 它是我们人体 一个重要的 弯节 就像古时候的咽喉要塞 所有的筋络都要从这里走 为什么让大家穿长袜呀 就是至少要超过脚腕的袜子 就要是保护这个脚腕 那么穿短露着脚腕的 那都是非常非常无知者无畏 只能这样说太无知了 无论男女晚上睡觉前泡一个热水 什么程度啊 就是身上微微的发汗 额头翻有一些潮 额头有一些潮 后背呢有一些潮 OK了 身体的各路都已经走通了 微微发汗的湿气也排除了 点到为止 明天继续 泡脚也是一个坚持的事情 我们养成泡脚的习惯 绝对对你身体有好 而且呢你能睡一个非常好的觉 有些朋友说我熬夜呀 我失眠呀 这是最最可怕的事情 我提醒大家啊 熬夜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小年轻啊 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道理 绝对对你一生受用 熬夜 最伤身体 特别是晚上11点以后 我们尽量就要睡了 为什么呢 因为阳入于阴 也就是说呢 你的肾阳气在11点以后呢 它要收进去 与阴气相交 形成阴阳相交 这样才能产生阴液 那么如果你熬夜呢 那么这个肾阳气 它就收不进去 它始终处在一个耗散的状态 这样呢 你的肾阳气 你的肾 就被消耗了 所以熬夜对肾非常难 那么有些人说 我睡觉睡过8个小时就可以了 那不一样啊 就跟买房子一样 地段不一样 同样是房子 价格也是不一样 那么人体最宝贵的时间 是晚上的10点 11点到晚上的3点 这一段时间 如果你处在一个睡眠的状态 4个小时5个小时 处在一个睡眠的状态 那么它顶你 从3点睡到11点 或者是白天开始睡觉 你就算睡10个小时 都抵规过这5个小时 质量 起到功效 大家好 我是温武剑哥 昨天休息了 今天准备去跑步 我看外面这个天气呢 雾霾啊 稍微的有一点目雾霾 我想等到 2点钟 的时候再去 现在是12点嘛 但是我昨天 上午陪伴孩子 去这里边有个图书馆 疫情期间都关了 现在开了 有个儿童图书馆 可以去看书 可以去借书 上午呢 陪伴孩子 亲子阅读 那么下午呢 参加了一个聚会 这个聚会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 里边的人呢 按运动的这个角度说啊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我今天跟大家说完 也许对大家会有启发的啊 有一个跑马拉松的 非常的瘦 精瘦性瘦的 其中呢 还有三个呢 是健身的 但是 我说了啊 三分练七分十啊 你从他们的吃 你可以看出啊 他们健身的效果就出来了 我通过这四个人 我说一下 关于脂肪 糖 蛋白质 这样的摄入 他就知道 我们应该运动后 怎么吃了 首先呢 我先说说健身一年后 这个朋友吃蛋白质 他呢 主要摄入蛋白质 我感觉他呢 鸡肉已经非常明显了啊 有鞋啊 包括脂肪的消耗 也比较大 他说我健身后非常饿 我一般吃一到两斤的 鸡肉 特别是鸡胸肉 鸡腿肉 但是鸡腿肉呢 他还很讲究 他把那个鸡腿上的 那个皮包的一层油给去掉 然后他就吃鸡腿 鸡腿肉肯定要比鸡胸肉好吃嘛 但是这个鸡肉里的蛋白质 是非常厉害的啊 非常棒的 那旁边那个人就说了 你吃这个蛋白质吃多了 你吸收不了 那我就问旁边这个人嘛 我说你说他蛋白质吃多了 那他为什么鸡肉强壮了 瘦下来了呢 他说不知道 我说我告诉你 蛋白质进入体内 可以被我们的鸡肉所吸收 所以鸡肉发展的就非常的好 多余的呢 还出体温 他不会堆积在体内的 我说你运动后吃什么呀 你们俩同样是在 几乎是同一时间健身 你为什么比他要胖呢 我说我吃糖多一些 吃蛋糕 运动后吃蛋糕 我说你也许了解了运动 健身的一些技巧 但是你没有注重饮食啊 糖的摄入是什么 糖不是脂肪吗 在体内非常多余的糖 怎么办 它是在体内形成脂肪的 脂肪能排出体外 脂肪就是堆积嘛 而且因为摄入糖 还会引起很多疾病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喜欢吃肉 肉无可厚非啊 非常好 第一个也爱吃鸡肉嘛 这个朋友他喜欢吃五花肉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爱吃五花肉 非常香 但是吃肥肉啊 肥肉就是脂肪嘛 危机在体内 它是无法排出体外的 危机在体内 我说 你们既然去健身房 付出了汗水 康吃康吃的 最后 这个越练越胖 这不对啊 三分练七分吃啊 所以在减脂期间 你应该吃什么 答案出来了 就应该吃蛋白质 多摄入蛋白质 那在这个众多的聚会的人群中啊 还有一个跑马 松的朋友们 非常执着 每次都跑步超过两个小时 一周至少六次 经常性的参加半马去 真的长跑又野 但是我告诉他 我说 为什么这么热爱运动 反而显得老 你想这么巨大而恐怖的运动消耗量 那么你需要摄入多少营养 才能跟你这个变态的消耗匹配呢 两个牛排都解决不了问题啊 不匹配 消耗大于摄入 含蛋白质的食物 它的热量是不高的 所以呢 对于这种恐怖的 消耗体能的方法呢 蛋白质是解决不了问题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脂肪啊 一克蛋白质 四千卡 那么一克脂肪呢 九千卡 所以我对那个朋友说 我说你可以去吃五花肉 没有问题啊 你消耗太大了 蛋白质是我们人体 非常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 它会让我们更加年轻心 但是你这么长距离的跑步 你消耗完脂肪之后 脂肪的能量已经没有了 被你消耗殆尽了 那么转移到哪去了呢 谁来替脂肪消耗 你身体 那就是蛋白质啊 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 又瘦 又干 又扁的原因 所以我对这些朋友说 我说你大胆的吃五花肉 没有问题 但是前提 我建议你适量的跑步 一个人的能量就那么多 人家说 我说过犹不弃 中国的古老智慧 过犹不弃 物济必分 这些绝对有道理 那么里边有朋友说啊 我喝完酒 像今天聚会玩 喝完酒后 我能跑步呢 哎我给大家 前面推荐过这本书啊 我现在快看完了 这里边就说了 酒后运动是很危险的事情啊 如果想在晚餐后跑步的话 应避免在晚餐时喝酒 另外呢 不要因为跑步不能喝酒 而感到痛苦 哎有些人是有酒瘾的啊 不如换个想法 我们跑完步之后 再品味一下 啤酒的美味 等运动结束后 我们再喝酒 所以这本书非常好 我昨天就给现场聚会的朋友 推荐这本书了 哎昨天的聚会非常的有意义啊 这个案例呢 一说完大家都明白了啊 都明白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运动的本质就是健康 对不对 好了朋友们 我看这个天呢 太阳快当头了啊 那么我打算吃午饭 吃完午饭之后 休息半个小时 就要去跑步了 大家好 我是奔武健哥 现在是中午一点半啊 今天早上比较忙 然后呢 上午呢 就是出来谈一些业务 哎 现在呢 有一个空闲的时间 晚上呢 也比较忙 正好今天晚上呢 我是进行力量训练的啊 因为我昨天进行了力量训练 冬季这个时候跑步 那当然比较好了 阳光正当头 对吧 但是很多朋友 都没有这样的时间 我说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自己的时间管理者 我们一天呢 应该可以都出四分钟到一个小时来进行一个运动啊 我中午吃完饭 我可以在我公司的写字楼下 我可以做一做力量练习对吧 深蹲啊 比如说拉伸啊 那条件好的呢 周边有跑步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跑跑步 我的条件比较好啊 就是说 我的公司啊 包括我的家和这个公园 它的距离都很近 这样呢 运动起来就比较方便一些 现在这个温度呢 是一度啊 但是风飞上的 按往常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啊 和这个风量啊 我应该穿一件 外面再穿一件薄的羽绒服啊 这样是比较 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啊 但是有些网友提出来了啊 他说健哥你尝试一下 脱掉羽绒服 戴上手套 帽子 你再跑跑试试看 这样也许会跑得更加舒服一些 啊 透气效果会更好一些 说实话啊 我中午的时间也比较紧张啊 我应该只有50分钟的跑步时间 赶紧到车上冲上电 就赶紧给大家说啊 今天呢 跑的效果非常好 跑了50分钟 帽子 手套 冬季我们一定要戴上啊 如果说啊 超过零下十度 像在东北 啊 是风力 这个冬季的风力超过六级 我认为啊 我们还是要穿一件薄的羽绒服 或防风服啊 防风运动服 这样是比较好的 这个时候跑步啊 真是忙里头闲啊 那么忙完工作之后啊 我晚上回家之后啊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 关于跑步运动的书啊 这也是网友推荐给我的 写的非常好 昨天马上我收到的 就看了一些 完全符合我的运动理念 和我的运动初衷啊 我们都是运动 奔着健康走的 晚上推荐给大家 我到家了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半 稍微有点忙 来吧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 惊人的超漫头 首先呢 这本书啊 不是来找我推销的 我没有跟任何的这个 读书出版商有联系 我也不是凡灯老师 有一个凡灯读书会 我就是喜欢 所以呢 我买了 因为这也是网友推荐的嘛 首先呢 网友推荐呢 我觉得比较真诚一些啊 而且这就是一个小薄册子 我就是认为 这本书说的跟我 现在做的 比较相似啊 所以我愿意推荐给大家 一 我是践行者 二呢 一个日本 这个长跑专家写的书 我觉得值得推荐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的马松 日本的长跑的普及率 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讲究的是原生爱跑 他不像我们现在很多跑者 追求的是速度距离 他是日本的一个 慢跑专家啊 叫 梅芳九人子 这个作者啊 他以前是非常讨厌运动的 他在四十岁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邀请他进行长跑 啊 他们进行的是慢跑 所以呢 一个讨厌运动的人 竟然完成了马拉松 听到了吗 他说的是 他竟然完成了马拉松 而不是说 在马拉松中 我获得了多少名次 跑了 跑得多快 他不是 他说 我完成了马拉松 马拉松是什么 马拉松 我觉得我们不是比的速度 我们比的是精神 比的是意 是锻炼的自己 长跑体育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持续的越久越好 这种长不是一次跑的距离长 而是我们有生之年 能跑多长 这个很关键 这本书的这个序言上就写到啊 他这样写的 就是一旦养成习惯 在不觉中 身体就会变化 体力也会增强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活力 特别针对上班族啊 一做一天 灭电脑 那么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 抽出时间 我们要做自己的时间管理者 抽出那么四十分钟一个小时 一天你要抽出这个时间来 我相信不难 如果说难的朋友 那他一定什么呢 一定是不想去做 由于时间原因啊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说说目录啊 这个目录第一张呢 就是讨厌运动的人也会轻松的慢跑 体育成绩不及格 也能轻松的超慢跑 轻松的慢跑的秘诀在于保持与走路相同的速度 走路相同的速度 我平时走路什么速度 我以慢跑的形式去进行 你既然走路可以承受 那么这种超慢跑你一定可以承受 你只要跑起来 我说了啊 不管速度快慢 我们忽视配速 你只要跑起来 在自己的舒适区 跑四十到六十分钟 全力以赴 还有很多啊 比如说胖子也能轻松的超慢跑 像上瘾般的爱上超慢跑 很多朋友不是说了吗 我跑步有瘾 跑步的确有瘾啊 我是两天不跑我就难受 第二张是跑的越慢越健康 有效运动持久历史关键 我一直提倡让大家跑的更久点 你跑的更快 不如跑的更远 跑的更远不如跑的更久 持久性很关键 当然还有很多我简单的说一说 第三张是超慢跑的方法大公开 很多朋友们在寻找跑步的诀窍 跑步的方法 当然是健康跑步的方法 那么这里边告诉了你的答案 小步定速就这么简单 怎么小步定速 大家可以去买一本看一看 第四张是什么呢 就是解除你心中的疑虑啊 很多朋友心中都有疑虑啊 什么时候慢跑效果好 在哪个场所适合跑 哪种跑步的方式才是正确的 不同的气候条件 我们该如何享受超慢跑 超慢跑前后 与运动期间 可以进食吗 这是朋友关心的事情 对不对 他都写了 非常的好啊 第五张是七大原则 让你健康的超慢跑 懂了吧 运动是为了健康 对吧 最后就是后继了 所以朋友们 这本书非常好 我强烈推荐啊 我买这本书的链接啊 放到我的橱窗里了啊 也是打折的 也感谢网友啊 今天都是网友给我提出的建议 从我跑步的时候 提出了 诶健哥 你是不是可以去掉 薄的运动女容服 然后呢 也有网友提出 健哥有一本书叫 惊人的超慢跑 你可以买来看一看 诶 我做到了啊 所以有些网友说呀 他说健哥你每天发视频 跟大家分享 那么你得到了什么 我说分享既得到 是不是既得到 网友们也踊跃的 跟健哥分享 他们的心得 对不对 所以呢 跟我的简介有点像啊 运动路上相互关爱 是做静蹲的 因为他听到了 白岩松老师 在视频中说 我鼓励所有的中国人 练练静蹲 靠墙 静蹲 然后三十秒 酸了 起来走不到一分钟 再来三十秒 您一天做两组最好 一共每组就四次 加起来不到五分钟 我当时啊 就笑着对他说啊 我说白岩松老师 是著名的主持人 那么我为什么不赞 大家去静蹲呢 而且大家也看到啊 我做了这么多期 我从来不要求大家去静蹲 而要求大家去做深蹲 不管是负重的深蹲 还是自重的深蹲 我都是要求大家做深蹲的 我是有自己的理由的啊 我们除了跑步的时候 膝盖由于不正确的操作 不科学的跑步 造成了膝盖受伤 膝盖不舒服之外 实际上在健身的过程中 我们膝盖容易受伤的原因 是跟深蹲 静蹲是有关系的 朋友们有膝盖疼痛 或者膝痛这样的症状的话 我们最应该避免的动作是什么呢 就是静蹲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啊 靠静蹲 我们膝关节的发力的意识会增强 大家可以静蹲一下 试试看 是不是膝关节 它的发力就特别的强 但是这个动作呢 它弱化了两个环节的发力 一个就是我们的宽关节 一个就是我们的怀关节 靠墙进蹲呢 它会弱化这两个关节的发力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总是坐在电脑前面 完成一切的工作 久坐不起 已经是现代人的一个常态了 而久坐不起呢 我们的宽关节 我们的怀关节 它的力量已经开始 逐渐的在弱化 而正确的防止膝盖损伤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呢 就是需要我们的宽关节和 怀关节它的发力 而靠墙进蹲呢 它恰恰增加了我们 大腿的骨四头肌 也就是大腿正面的这块肌肉啊 包括膝关节的发力 这种意识是错误的 它容易造成我们的恶性循环 从而使膝关节 疼痛受伤 实际啊 我们人体是一条运动链啊 它有点像火箭啊 从我们的颈椎开始一直到脚踝 各个环节都在发力 而靠墙进 它恰恰是局部发力 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和关节的发力 这样呢 对我们膝关节的受伤 它的概率就增大了很多很多啊 你如果蹲腿膝盖受伤是因为你的膝盖 蹲的时候是内抠的啊 这样内抠的 内抠成蹲 而不是平行深蹲 那么我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调整我们膝关节关键位置的肌肉 不应该是股四头肌 它应该是哪个位置 而是我们的臀部 臀肌 所以呢 靠墙进 它恰恰增加了我们的股四头肌 而弱化了我们的臀肌 而我鼓励的深蹲 恰恰是利用了臀部的力量啊 来稳定我们膝关节 我们来看一下 我用了一个阻力带啊 深蹲 用这个阻力带 有些朋友问 它这个阻力带是做什么的呢 实际上它就是平衡我们深蹲了 有些人呢 它的深蹲会很宽啊 很内抠 那么这个呢 它就是来平衡我们的力量啊 包括呢 我们往外摆的这个阻力 来看一下深蹲 深蹲呢 它恰恰利用了我们臀部力量 来平衡我们的膝盖 那么有些朋友 他的这个深蹲呢 腿部的力量是不够的啊 他说我深蹲不了 啊 还有办法 我们可以这样测躺啊 然后呢 躺在瑜伽垫上 躺在床上都行啊 抬腿 来练锻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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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锻 这个缓冲的力量 它不在我们的五四头肌上 而是在我们的五二头肌上 大腿的后侧 五二头肌上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这个缓冲是在后面的 所以朋友们 我们下蹲也好 走楼梯也好 大家记住 如果不让膝盖受伤的话 我们的拉力 不应该是在大腿前侧的 股四头肌和膝盖 而是后侧的 大腿后侧的股二头肌 包括我们的臀部 这两个部位 是我们发力的关键 这样才不会让我们的膝盖受伤 那么我们很多人膝盖疼 上楼梯膝疼 下蹲膝盖疼 就是因为我们的 大腿后侧的股二头肌 它的力量比较薄弱 包括我们臀部的力量比较薄弱 所以靠墙静盖 它练的是我们的股四头肌 而不是股二头肌和肌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让大家练静盖的原因 如果你不停的练静盖 那么你的股四头肌会很发达 而你的股二头肌呢 越来越薄弱 这样我们大腿前侧的肌肉和 大腿后侧的肌肉失衡了 前后不均衡就是肌形 所以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你腿部有力量的话 我们要练深蹲 不管是负深蹲还是自重深蹲 都可以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练靠墙进蹲了 它是有缺陷的 它并没有起到锻炼我们臀部的力量 而臀部的力量 股二肌的力量 也就是大腿后侧的力量 恰恰是平衡我们膝盖的关键 而不是前侧的股四头肌 今天说了这么多 股二股四头 臀部 大家应该了解了吧 我是奔武健哥 运动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在网上经常买的东西 我都给了一个链接 放在我这个奔武健哥头条下面 有一个全部 里边一栏叫橱窗 我放在里头了 不过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大家好我是奔武健哥 今天是周一 今天我练肩力量练习 练胸日我改练肩 主要是跟大家错开 大家都在抢器械 都在抢练胸的器 那我练肩 这个方法也教给大家 这有点像错峰 错过高峰期 今天我一尴尬的就是没有带运动鞋 真的忘了 我在今天面接啊 好一点 来 好 这里 是的 siècle 匆匆就过不令我有百感想 记过那一片 紧张 崩溃 随风轻轻吹到你会尽了我的心 在一时间改变我一身 付出多少异性也无法去计得真 强忍不需再惊计 风雨沧 好了 朋友们 全力赴一个小时 今天把尖练完了啊 有网友私信我说啊 他说那个健哥 我看你健身的时候喝水 喝水运动的时候是要喝水啊 这是我肯定告诉大家的 但是呢 这个网友说 我怎么喝完水 脸上水肿的 看来这个喝水这块 还得重点说一下啊 喝水还是有一些技巧的 回答刚才那个问题 为什么有的人喝水脸会水肿 而有些人喝水呢 会让自己的皮肤越来越好 我给大家说我喝水啊 实际上我每天喝水喝的挺多的 为什么没有网友说的现象 因为我吃的盐比较少 因为盐里有钠 还有钠 而钠呢 是除水的 如果你吃盐多又喝水多的话 会让你的面部显得很水肿 很浮肿的样子 而吃盐多呢 特别是我们北方啊 都是重口味 我觉得这一块 我觉得北方应该向南方人学习 吃的要清淡一些 因为呢 这个吃盐吃多了 对我们的肾脏也是不好的啊 肾脏的负担会比较重一些 所以呢 为了你的帅气啊 为了你的美丽 为了你的健康 多喝水没有问题啊 但是要少吃盐 这样对你的身体绝对是有好 有些网友说 诚哥 你的皮肤还真的非常不错 实际上我就说的是 适量的运动加皮肤护理 我记得我10月26号 27号两期 包括10月30号补充的一期 是我皮肤护理的心得啊 包括我一直在操作的 如果有的朋友没看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呢 加上我今天的内容 就是 补充水 每天要多喝水 多喝水实际上 我们身体是非常有益的啊 那有些朋友说 健哥你一天喝多少 我一天要喝三升水 三升水是什么概念 这一杯水是 300毫升 那么三升水呢 那就是 十杯这样的水 十杯这样的水 然后呢 你如果奔四升走 那更好吧 每天要喝这么多的水 才能及时补充我们一天所失的水分 包括晚上睡觉 晚上睡觉 失水分是最大的 有一个朋友 我记得特别清楚 也是私信问我 说你一天喝多少水 我说喝三到四升水 他说 你喝的太多了 那个喝水喝多会中毒的 实际上大家不要有这样的顾虑啊 水喝的越多 对我们身体实际上是越好的 但是 你绝对喝不到十升 你如果喝过十升之后 也许会水中毒 也许啊 只是也许 不是绝对 那三到四升是没有问题的 你对我们身体 绝对是有好处的 就有点像 有一个女士问我 她说健哥我 我怕我练力量练习啊 我的肌肉会长啊 有人长那么多肌肉 多难看呀 我就告诉她 我说你大胆的练 一个女人要练成男人这样的肌肉 需要付出十六倍的努力 一般人都达不到啊 练完之后肌肉反而紧致了 啊 肌肉紧致了 你的脸部肌肉 你的身体肌肉都不会下垂 都是好事 好了朋友们 我是奔武健哥 运动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 大家好 我是奔武健哥 今天是周日啊 周日呢 我说了六日我们休息的时候 选择跑步呢 我们就要选择比较舒服的时间 啊 秋冬季嘛 啊 外面今天还在刮风 我看了一下啊 外面今天到五级的风 啊 那么风还是很大的啊 风一大呢 天气肯定冷啊 秋冬季的天气肯定冷 所以我们选择跑步的时候 尽量选择呢 啊 在中午或下午啊 这个时候跑步 就比较舒服 按理说啊 三点半 我认为是最好的跑步时间 但是三点半呢 我要带我女儿去 啊 进行一个查艺培训 啊 所以呢 我就选择了一点半时间 一点半时间也可以 午后红茶 我们喝完午后的红茶 我们就可以去跑步了 秋冬季跑步呢 是有一个原则的啊 太早呢 又冷 湿气又大 寒气又大 秋冬季是 黑天时间长 白天时间短 所以呢 秋冬季跑步 我们要选择顺应 顺应太阳运动的 也就是说 早晨 雾气消散 太阳渐渐升起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进行运动 是比较好的 那么晚上呢 天黑之前 我们要结束运动 比较好的 一切对我们时间的管理 出了很高的要求啊 它不像夏天那么时间 白天的时间很长 选择的时间比较多 秋冬季呢 就选择的时间比较短一些 所以呢 很多朋友说 那不行啊 我在上班啊 那么六日 我觉得这个时间 平时实在没有办法怎么办 我们尽量 在七点后运动 晚上呢 尽量在八点之前结束 晚上六点 天就黑了啊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工作 下班比较晚 五点半下班 天已经黑了 到公园 或者到哪跑步的话 天已经黑了 但是我们要在八点前 结束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五脏六腑 在九点以后 晚上的九点以后 就开始陆续的休息了 而晚上的六点八点 实际上寒气凉气还是很大 所以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要在着装上下功夫啊 这里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秋冬季穿衣的一个原则 秋冬季运动 我们里边的第一件衣服 穿素干衣 选择素干衣的目的是什么 筋薄盘 容易降低湿温的这种风险 第二层呢 我们选择抓绒类的 这样的衣服 我选择的是绒的卫衣啊 秋冬季卫衣 我建议大家 是要选择戴帽子的 为什么呢 出汗了 对吧 帽子 就可以这样 保护了我们的脖颈 肩 包括头上散发的汗 那么我今天呢 虽然戴帽子了 我跑的时候呢 我有可能选择 我现在戴的这个帽子 因为我有微博啊 微博在车上的啊 没打下来 所以 秋冬季我们跑步的时候 还要戴一个微博 比较好一些 我们第三层衣服 就在我这件衣服的外边 我们还要套一层 防风类的 这样的运动类服 还是比较好 或者是再穿一件 再穿一件 针织类的运动类的服装 那我们穿着这个 第三层服装 它就比较灵活了 热了我们就可以把它 凉了呢 我一直穿 下面的服装 我们就选择针织类的 这样的运动裤就可以了 溶了 都可以 有些人觉得薄啊 还是冷啊 那我建议你呢 里边再穿一条 这个压缩裤 大底 秋冬季呢 我们基本的穿衣原则了解了 下面就是零星的 如果天 更冷的话 帽子 围帽 手套 都是必须的啊 我们都需要戴上进行包 那么这就是我秋冬季跑步的一些穿衣原则 大家可以参考 实际上秋冬季跑步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啊 一是时间管理 第二呢 是意志力的考验 但是秋冬季跑步对我们身体很多的好处啊 我往期视频也说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了 我要去跑步了 请 第一种的人从此不被怀念 我在网上经常买的东西 我都给了一个链接 我放在我这个 分武剑哥头条下面有一个全部 里边有一栏叫橱窗 我放在里头了 如果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他们的身体是好的呢 各种伤 所以 所以为了比赛 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作为普通人 我们又不参加比赛 我们就是为了健康的运动 适量的运动 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度 首先我们看天体 行星星是按着自己的轨道去行走 绝对不会脱离轨道 一旦脱离 那就行星相撞 那么这个宇宙就开始乱了 所以呢 这个轨迹 就是天体的中央 那么我们在人文社会中呢 人是有做人的标准 超过这个标准 就不行 低过这个标准 也不行 他一定要处在一个 不的状态 比如说 这个人很暴力 那他是中央吗 他一定不是 他一定是过的 那么这个人很懦弱 他是中央吗 他又不是中央 他又到了另一头 那么在暴力和懦弱中间 就是勇敢 这个勇敢 他就是中央 还有我们父母的 溺爱孩子 宠爱孩子 是不是过了 那么我放手不管 任其自然发展 所谓的自然发展 实际上是家长偷懒的 一个最好的借口 这两个都是不对 中央是什么 教育孩子的中央 这个度一定是关爱 若寄若离 所以这个度把握的好不好 就是所谓的中央之道 那么了解了中央 我们再来看 适量的适度的运动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运动对身体有益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过量的运动对身体无益 超强度的运动对身体无益 极限运动对身体无益 竞技体育对身体无益 少量的运动对身体无益 无运动对身体无益 而适量的运动对身体无益 那么这个适量 这个度在哪里呢 我记得国务院出的健康中国行动 每一周至少三次以上的运动 那么这个稍微有点宽泛 以上 那么七天也是三次以上 我之前说过 一周四次运动 一周四次运动 每次运动 在40分钟到60分钟之间 最低标准是40分钟 而国务院健康型呢 他说每次运动 在30分钟以上 以上 这又有宽泛了 有可能会过度啊 两个小时也是30分钟以上啊 所以在40到60分钟 这就是一个适度的运动 一周我们要积累到150分钟的 这样的运动量 那我那我刚才说的 一周四次 一次40分钟 四次16 160分钟 对吧 这是一个适度的量 每天要积累超过 6000到1万度的这样的运动 这个度这个量 就是运动中的中庸 那这里边还有问题 就是我运动40分钟 也许我强度过大呀 他也许他的心率超过了多少多少 对不对 他的那个配速超过了多少多少 强度又大了 那么什么强度是适中的呢 我们拿跑步比喻 鼻子呼吸 嘴巴一旦参与 那么强度大了 我们需要放下速度 让嘴巴闭上 鼻子继续努力的呼吸 心率呢 我也说过 220 减去自己的年龄 就是最大心率 对不对 最大心率的60%到80% 那么 这个就是适量的运动 这个心率只是参照 很多网友给我回信 说我跑步在舒适区 但是我的心率 并不是这个参照 我说你只要在舒适区 你觉得跑步舒服 不难受 还有靠感觉 比如说 跑步 稍微有一点气喘 身体发汗 微微发汗 或适量的出汗 而不是大汗淋漓 而不是气喘吁吁 如果你第二天起来 感到很累 都不想去删 那么就是过量了 过量的运动 对身体有害啊 我也说过 对不对 比如说 老的比较快 不仅燃烧了脂肪 还燃烧了我们体内 需要赖以生存的蛋白质 对吧 蛋白质少了 你自然老的就快 对吗 还有很多很多 前面的几期节目 我都说过 大家有兴趣呢 多看一看 所以朋友们 运动绝对没有问题 运动对身体有利 但是 今天下了一天的雨 非常的湿寒 我记得我在讲羊头 就只想给大家讲湿气 今天借这个机会呢 既然很湿寒 我们就讲讲湿气 实际上这个湿气呢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讲阳气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湿气怎么跟大家说 我还听健身房 有一个哥们跟我说 什么湿气啊 那就是腰了腰气 实际上哪有湿气 无知了啊 所以无知者无畏 湿气呢 我们如果 用一个人来形容的话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非常的 抽不要脸 因为呢 不请自来啊 但是一旦进来 你想请都请不走 但是呢 你想去除它 你又去除不彻底 而且呢 时不时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 它又进来了 那么中医讲湿气呢 就是湿性粘制 听名字我们就知道啊 它非常的粘糊人 对吧 想甩都甩不掉 哪怕你想把它甩开 甩到马桶里去 水都冲不掉它 所以呢 湿气重的人 他们的大便 就是非常粘的啊 水都冲不掉 一直粘在马桶壁上 所以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湿气的由来 这样呢 对我们去除湿气 是有关的 那么这个湿怎么来的 比如说我们吃了一顿饭 那么我们要从这个饭里呢 得到精华 那么这个精华呢 我们人体很智慧的啊 很智能的 它先供给我们的大脑 比较重要的器官啊 心脏肾啊 这些非常重要的器官 剩下的一部分就储存起来 储存在我们的皮肤的肌肤的凑理 这个凑理大家知道吗 就是皮肤肌肉 皮肤下肌肉的这个空隙里边 就是凑理 储存在这里 那么如果我们运动的话 那么凑理的这些精华呢 它就会吸收消化一些 那么我们长期不运动的话 这些精华在我们皮肤凑里边吧 还在里边一直呕着对吧 一直呕着呕着 日积月累的话 它就形成了湿 本来是精华 最后变成了凑果 这就是中文的当师者下限受制 也就是说 师记呢 从我们人体的下半部分开始 一些喜欢穿短裤的 特别是秋冬季 还喜欢穿个短裤 露个膝盖 露个脚脖子 方角 湿剂都是从这儿陷进入的 当我们喜欢时尚的同时 也要注重保养身体 要哈日哈寒的 特别是秋冬季 人体的温度保存 非常的重要 我之前说过吧 阳气看不见摸不上 但是它确实存在 湿气也是一样 看不见 但是我们人体到底有没有湿气呢 实际上通过一些症状 是可以看出来的 比如说我前面说的 有些人的大便 非常的稀烂黏腻 这就是湿气的表现 有些朋友呢 稍微吃一些油腻的东西 吃一点油 它就容易拉肚子 容易呢 很快要上厕所 这也是湿气的表现 还有呢 这是我们平时的筋骨状态 特别疲惫 总想睡觉 走路也缓慢 或是的动作缓慢 而且呢 脚经常会肿 当我们下班回到家之后 脱掉鞋之后 会感觉脚非常的肿 被鞋压过的地方 跟没压的地方 四季比伏的 那就是水肿 也是湿气的一种表现 这些状态 都是有湿气的表现 另外呢 就很非常明显了 就跟我有一期 讲皮肤护理那一期 相似啊 有些人脸上经常冒油 实际上我以前脸上 也经常冒油 除了我运动之外 懂得了如何尽量的规避湿气 如何储存阳气 然后外加运动 外加皮肤护理 我才现在有了微微的好转 因为湿气无处不在 我们不可能把它彻底的排除掉 那么脸上油光的 动不动就是一个大油脸 或者是头发非常油 晚上洗完头 第二天上班就开始 头又开始油腻了 扁在扁在这个头上 都是一缕一缕的 特别油头 也是湿气的表现 实际上当你感觉这些症状 你是有的 我建议大家去看看中医 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这个湿还是有分的 一个是热湿 一个是寒湿 这个方子如果开错的话 就适得其反了 那么寒湿它的症状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看舌头 舌苔比较淡 但是感腻 遇到冷就会腹泻 腹部怕冷 腰怕冷 膝盖怕冷 这都是寒湿的表现 有寒湿就有热湿 热湿的表现就是舌苔红 舌苔呢 黄 黄腻 刚才是舌苔淡 白腻 那么热湿呢 就是舌苔红 然后呢 黄腻 另外呢 伴有口苦 口臭 这样的一些症状 而且呢 面部冒油 这都是 热湿的表现 那我们就需要有正确的方子 然后呢 喝掉之后的 通过尿液呢 排掉湿气 另外一个就是出汗 那么这个汗 从我们皮肤凑理 然后排出去 大量的出汗就不行了 大汗的蜒羊 设计到了 阳系的排除 那么 适量的出汗 是正确的 另外一个就是泡脚 泡脚呢 我记得我之前说过 往洗浇水里泡一些中药 去湿的 特别是 干浆 艾草 类似于这样的 叶椒藤 包括呢 花椒 这样的都是 去湿比较好 我目前 现在用的就是 一个12位 这样的一个 药包啊 能泡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 后背 微微的发汗 这个湿气就已经出来了啊 OK了 泡到这个程度就OK了 有些朋友不过瘾啊 我一定要把满声大汗 那就过了对吧 日积月累 湿气是日积月累进入你体内的 那么你要厨师的话 也是要日积月累吧 所以泡脚 湿气呢实际上它还很怕 姜 深姜 所以呢 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呀 早饭的时候 就那么两片到四片的这个生姜 吃 拌着饭吃到肚子里面 这个吃生姜最好的时间段 就是早晨的系列 这这样方法 很多很多啊 包括中医的方子 这个需要专业 但是呢 运动 适量的出汗 泡脚 微微的花花 每天吃姜片 这个适合于任何师 这三种方法 坚持的去做 一定会起到一个 趋势的很好的效果 好了 我是奔武健哥 运动让你有一点更好的自己 我在网经常买的东西 我都给了一个链接 我放在我这个 奔武健哥头条下面 有一个全部 里边有一栏叫橱窗 我放在里头了 如果朋友感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 大家好 我是奔武健哥 今天没有运动啊 我一周呢 休息一天 这周呢 我选择周六休息 今天呢 在家陪伴了孩子一天啊 亲子陪伴 昨天呢 我说到了这个饮食啊 是一种补充吧 对早晨水 五蛋白 晚吃维生素 这样一个 算口号吧 然后呢 进行了详细的注尽 希望大家呢 能够健康的饮食 昨天我说了啊 早碳水 但是早晨摄取碳水呢 我们是要少量的 需要摄取高纤维碳水 而且呢 我说要配合鸡蛋牛奶 有的朋友说 哎呀 这个牛奶里边脂肪太高了 我一喝不又胖了吗 我能不能喝多只牛奶 这又产生一个问题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应该喝什么样的牛奶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喝脱脂牛奶那绝对是不好 脱脂牛奶号称什么呢 垃圾牛奶 为什么是垃圾牛奶呢 搞清这个问题 我们先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喝牛奶 这个牛奶里主要有三种成分 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啊 特别是我们喜欢运动 有健康的朋友 必须的 第一个呢 就是蛋白质 我们人体一天都应该摄取适量的蛋白质 一日三餐都要摄取 那么早餐的摄取蛋白质 我们除了鸡蛋就是牛奶 因为这个牛奶里边的蛋白质呢 是非常优质 属于优质蛋白 这种蛋白对运动人群 对我们的肌肉成长 包括一天能量的补充 都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这里我们要提醒一点啊 购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买住有高温沙毒的牛奶 我们要寻找巴氏消毒的牛奶 为什么呢 因为巴氏消毒的牛奶 它是在72到85摄氏度这样的温度下 进行低温消毒 这种沙毒方法 除了将牛奶中的有害菌杀掉之外 它可以保留牛奶中的营养 而且这个使牛奶这种口味非常的纯正啊 那么高温沙毒呢 它除了灭菌之外 它还将牛奶中的生长维生素破坏 那么这就破坏了牛奶的营养成分了 所以呢我们在选择牛奶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80沙毒牛奶 这种牛奶呢 它蛋白质保存的是比较好 因为我们人体需要摄取蛋白质 第二个呢就是补充脂肪 我昨天也说了啊 我们可以摄取一些优质脂肪 那么牛奶中的脂肪呢 它也是优质脂肪 所以呢大家不要一听到脂肪 它就非常恐惧啊 我觉得就是油就是肥肉 牛奶中的油 牛奶中的这个脂肪 它对我们人体非常的有用 那么大家想一想 脖子牛奶 它的卖点 抓住了人们的这种恐惧性 但是它并不会说 抽掉的这个脂肪 实际上是好东西 它会以另一种方式 另一种宣传呢 将这个优质的脂肪 带一次吃饭 而你买到的 就是脱脂肪 就是垃圾 你想一想 好东西被拿掉了 还花钱了垃圾 是不是很远 大家记住了啊 牛奶中的脂肪 是好的脂肪 是优质脂肪 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脂肪 一定 每天要摄取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连锁反应 牛奶里的脂肪 它含有可溶性维生素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需要的 维生素A 维生素E 维生素D 是这样的成分 所以呢 我们喝牛奶 我们需要牛奶 有这三样东西 那么如果我们喝了脱脂牛奶 喝了低脂牛奶 那么这三样东西都不存在 你喝它有何用呢 晚上喝牛奶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更赞成早上喝牛奶 因为早晨我们喝牛奶之后呢 它可以补充我们一天的营养物量 那么晚上喝牛奶呢 也是不错的 它有助于睡眠 但是呢 由于人的体质不同 晚上喝牛奶呢 它会存在一些弊端啊 因为牛奶中不仅含有蛋白质 还有钙 那么而且这个钙 还是含量比较丰富的 那么我们晚上喝完牛奶 是不是就睡觉了 我们不运动了 所以呢 会导致牛奶中的钙沉淀在体内 然后呢 日积月累形成结石 特别是肾结石 这样呢 就影响我们的排泄了 对吧 大家一定要了解到 所以呢 早晚喝牛奶都有好处 但是呢 我认为早晨要比晚上 喝牛奶更加合理 我在网上经常买的东西 我都给了一个链接 我放在我这个 温武剑哥头条下面 有一个全部 里边有一栏叫橱窗 我放在里头了 如果朋友感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 衣服里边的内衬 这里边的内衬都已经湿了啊 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的话 我网络视频是有的啊 大家可以去翻着看一看 今天主要说什么呢 就是很多网友不止一次的告诉我 介绍一下跑鞋 说实话 跑鞋非常难介绍啊 二十平台规则呢 你就不能设计品牌 所以呢 我们要从脚的这个形状来开始分析 这个比较复杂一些啊 上午的时间来不及 我下班 给大家在家分享一下相关的内容 回来呢 跟大家聊一聊跑鞋 俗话说啊 跑鞋穿不对 越跑脚越肺 所以呢 我们如果穿错跑鞋的话 对我们受伤的概率 大概要提高40%啊 说实话啊 这个跑鞋推荐起来真的很难 买跑鞋呢 要根据你的体重 根据你的脚型 包括你跑步时候的飞速 习惯性的飞速 选择你的跑鞋 这样以来呢 它的差异性就非常非常大 这里边呢 根据我的经验 包括跟一些跑者的沟通聊天呢 我总结出了几点啊 希望对大家买跑鞋呢 具有参考意义 首先呢 我们需要买专业性的跑鞋 如果你用篮球鞋 或者是徒步鞋 登山鞋 类于这样的鞋子来 进行跑步的话 是不合适的 它对我们的 踝关节 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 第二呢 就是跑鞋的这个鞋跟 它是护我们脚脖子的啊 这个地方 有些跑鞋就比较薄 它为了减轻重量 那么我们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它 它是否外翻 是否稍微往外翻一点 像这个 黏的 它是外翻的啊 那就没问题 那如果稍微内扣一点点 内扣一点点的这样的鞋子 千万不要买啊 别看 就这么一点点的插去 摸脚 第三点呢 就是考虑我们的内脚功啊 有些跑鞋 我们看到它是这样的啊 非常的窄 这个部分就是 我摁的这个部分 就是 这个内脚功的位置啊 那么这个地方 涉及的非常窄 显得这个跑鞋很漂亮 实际上呢 连组或者是肥脚的朋友们 穿这样的鞋子的话 一定会 脚磨出泡的 第三点呢 就是脚背 脚背是在这个位置 脚的这个位置 但有些朋友呢 它的这个脚功很高啊 高脚功 所以呢 在选择跑鞋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穿上去千万不要有压迫感 就是脚面这种压迫感 比较强 如果你穿上去 这个足弓的压迫感 非常强的话 你跑五公里 十公里 你的前脚掌 特别是前脚掌的 前半个脚掌 再一半 那么 它是麻的 是凉的 这样穿起跑鞋来 也是非常不舒服的 刚才说了第四点啊 现在说第五点 我们买跑鞋的时候 一定要买大一码 就是你光脚穿的时候 这个手指可以 塞进去 这就是大一码 比如说你 平时穿四一码的 那么 你买跑鞋呢 就要买四二码 另外呢 也就是六点啊 我买跑鞋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买的太重了 这个跑鞋 有的跑鞋特别重 特别是脚底板啊 全都是硬塑料 嗯 一般呢 这个鞋子的重量在三百克 三百克 三百克出头也行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都可以啊 我们一般在冲刺跑 爆发力 短距离的这样跑步中 才用到这样的跑鞋 它适合于高水平的跑者 还有一点啊 就是第七点啊 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有些跑鞋非常贵啊 上千元的啊 甚至几千元的 可以买一部手机 就买一双跑鞋 贵的跑鞋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弹性特别好 但是它对我们足踝的力量 要求非常高 如果你是一般跑者的话 你控制不住自己的足踝力量的话 这样的跑鞋反而对你是伤害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需要追求这样的跑鞋 也不要去追求高价格的跑鞋 跑鞋在三百块钱一里的 我觉得就已经很适合我们平常跑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消耗品 我们跑一段时间 跑鞋就要换掉 这也就是第八点 我们跑鞋至少准备两手 轮流换着跑 另外最后一点了啊 也是剑哥的经验之谈 就是我们最好去选择跑鞋的时候 我们先去线下实体件选择自己喜欢的跑鞋 然后试穿 当你穿的感觉非常舒服 我前面说的几点都比较符合你对这个跑鞋的要求的话 那么你就记下来这个鞋子的鞋码型号 包括品牌 然后呢你到东西购买 便宜许多 线下实体件的朋友们得罪了哈 但是现在这个时会就是 我们普通的跑鞋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就是比较追求实惠的嘛 要不然也就没有双十一了 对不对 大家都喜欢 价格越便宜越好 那么 大家好我是本武剑哥 今天是周日 昨天呢周六陪伴孩子在家呢学习玩耍了一天 我一周呢运动休息一天 所以呢我选择了周六 啊休息啊 今天呢还是要运动起来 我打算去公园跑步 跑前呢 我根据大家的评论呢 我有一些想法想跟大家说 就是对跑步的一些误解 这些误解呢实际上挺影响我们对跑步的认识的 那么我今天呢就想把这个事情多说说啊 希望对大家跑步 有所帮助 实际上跑步这个项目是大多数人可以操作的项目 它不像很多运动 有些人他就是做不了 有些人做的 你看的非常热闹 但是你参与不了 但是跑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只要你腿上没有问题 脚踝脚没有问题 膝盖没有问题 我们都可以进行跑步这样的运动 所以呢跑步是所有运动中最简单的 也是最方便的一种运动方式 由于它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啊 所以呢跑步也是被很多人很多人 他们去借题发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很多很多视频 我们都看过啊 一些所谓的运动的人 堂而皇之的说 这个运动做五分钟 就胜过我们跑半个小时的步 这一组动作 我们做一组 就胜过我们跑两个小时的步 这都是不可能的 我前面说过啊 他就抓住了我们这个人性的懒惰 一想五分钟能解决半个小时的事 我为什么不做呢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种浮躁啊 爱走捷径 不踏踏实实浮躁的心态 所以呢运动 它不光是壮大我们的身体 还可以让我们对事物发展的规律 理解的比较真实和透彻一些啊 所以关于那些无脑的教学 我们如果看到的话 一看了之 千万不要相信啊 你要相信 那你也变得无脑了 那么这里边呢 我认为普遍存在着三个误区 我用三个关键词来告诉大家 一个是减脂 第二个呢 伤心 第三个呢 肌肉流失 说到减脂啊 首先我认为跑步 特别是慢跑 是身体减脂最受益的 这么一个项目 很多人呢 想减掉自己的大肚呢 你减掉自己的体脂啊 于是呢 信这信那 买减肥药 或者是我刚才说的啊 五分钟解决半个小时的问题 几个动作解决两个小时的问题 这样的捷径呢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去走了啊 你只要跑起来 慢跑起来 坚持 坚持到自己需要的时间段 40到60分钟 那么坚持一段时间 你的体脂一定会降下来 第二个呢 就是伤膝盖 很多人都说跑步伤膝盖 实际上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我们不懂得正确的跑步 和科学的跑步 所以伤膝盖 第二个呢 就是 这是一套说辞 他看到别人跑 他不想跑 于是他需要找一个借口 来让自己心理平衡 他就说跑步伤膝盖 所以呢 我说运动也可以让我们了解 人生了解人性 一通百通的 那么 跑步不科学 就是说的 比如说我们跑步的强度 跑步的强度 这就是跑步的一个量 我在我的评论区经常看到 每天跑十公里 我今天又跑了半马 明天打算有一个全马 然后受朋友邀请 我还有两个全马要跑 这个量太大 也许现在你还年轻 但是如果你上了四十岁以后 甚至三十五岁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体质会越来越差 为什么呢 一是量过于大 对我们身体 对我们气息是一种消耗 第二 量过于大 对我们膝盖也是一种消耗 一种伤害 所以 跑步的量过大 上膝盖 强度过大 上膝盖 强度就是速度 配速 特别快 过于消耗 你身体的营养 跟不上你的消耗 物极必反 任何东西 我们都不能过于极致 当你过于极致的时候 就是伤害 所以竞技体育就是伤害 那么我们就不运动了吗 不是的 我们要科学适量的运动 这样才会让自己更加健康 所以跑步我一直强调 跑步要慢跑 跑够四十分钟 一周四次 所以我们要适量 适量就等于我们的消耗和我们的摄入 它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当人体小宇宙处于平衡状态时候 这个时候人是最健康的 那么世界宇宙也是需要平衡的 特别我们中国的智慧 非常讲究平衡 当一个事物处在平衡的状态 它就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我们跑步的强度不要过大 要循序渐进 特别是初跑上来 就开始奔着十公里跑 你能坚持得了吗 就算你咬牙坚持了 你跑个三个月 跑个半年 你的膝盖就废掉了 需要循序渐进 还有一种坚持 我认为是盲目的坚持 那么我今天感冒了 我今天发烧了 我坚持跑步 只要坚持跑步 我的身体会好起来 不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停止跑步了 你要休息了 我之前也说过 一个杭州女孩发烧 坚持跑步 跑回家猝死 所以我们跑步要科学 要寻居渐进 初跑者 速度就是慢一点 我先奔着三公里跑 对吧 我跑一段时间 速度稍微提一点 我奔着五公里跑 我只要跑够时间 四十分钟到六十分钟 就OK了 你只要达到这个目标 你可以坚持跑十年二十年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朋友们 适量的跑步 量力而行 它不仅不伤我们的膝盖 它反而会使我们的膝盖 变得越来越强大 跑步这个事情 你如果把它想成一辈子的事情的话 那么 你就不应该急于成 就应该像我们成长的这样的历程一样 寻虚渐进 第三个对跑步的误解是掉肌肉 我做力量训练 我知道健身房很多 肌肉块的朋友们 他们不愿意有氧跑步 因为他们怕自己的肌肉流失 实际上这样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 他们反而伤害了自己的心肺功能 一个人的心肺功能 内在的东西伤害了 你外表再强大 那也是外强中感 如果你做到四十到六十分钟的慢跑 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这样的跑步的话 你的肌肉流失不会很大 它反而会让我们的肌肉呢 更加的精干和灵活 它不会变得很死板 变成一堆死肉 不会这样的 有氧运动对我们肌肉的发展 它是起正向作用 当然了 你超过一个小时以上的跑步 那么肌肉流失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看那些跑马拉松的 跑半马 跑长马的 他们的肌肉流失非常大的 所以他们你看很瘦 肥也很瘦 身体也很瘦 流失的太严重了 只能说他们的心肺功能非常强 所以大家对跑步的量的把握 这一块一定要注意 我的建议就是四十到六十分钟 忽视配速 慢跑 跑够四十到六十分钟 一周四次 坚持十年二十年 好了朋友 好了朋友们今天练腿练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啊 练大肌群时间就长一些 不过是全力以赴的 运动完回到家里 我记得11月2号那一期 我讲的是健身小白 进健身房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思路 但是有些网友还是说 茫然 那么我今天呢 再给大家换个角度讲的具体一些 进健身房我们需要找教练 让他给我们上一到两节课 这一到两节课呢 你是买课也好 还是 你报卡的时候给你赠送也好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谈判水平嘛 只要两节课 而且教练的水平呢 没有要求 这两节课做什么呢 就是问教练 你所处的健身房的所有的器械 哪个器械练 哪块肌肉 你都记录下来 不管用文字记录 还是用视频记录 你都要记录下来 这为你日后进行肌肉训练 是有帮助的 那么你还可以问教练的内容 你要充分了解一下 就是人体的肌肉的结构 包括运动前后的饮食 很关键啊 这些内容 一到两节课就能够解决问题啊 那么当你解决完这些问题之后 那么剩下来就是练肌肉了 我之前的视频说过 健身房的教练水平层次 好得特别好 次的简直是误人子弟 所以呢 我不知道你健身房的教练是怎么样的 我们呢也不能够进行冒险 所以呢 剩下的工作 我们就不要去找教练了 你也省了这份钱 那么你知道健身房的器械练哪块肌肉 而且身上的肌肉结构 你都了解之后 你就可以在网上 寻找非常牛的健身大咖的教训视频 现在网上非常多 而且都是免费的 他们教的 我认为特别好啊 我经常也会进行相关的 这个锻炼的视频的学习 人家要什么 人家就要点流量嘛 但是教的东西真的很好 所以朋友们在挑选这样视频的时候 你首先给你的感觉就是说 肌肉非常的匀称的这样的教练 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问题 包括打过健美比赛的 不管全国的也好 还是省会的也好 他们都是有经验的 他们的教学没有问题 练胸 就搜索练胸的关键词 练胸的教学视频 对吧 练二头就搜索练二头的教学视频 就是这样搜索 那么剩下来就是练肌肉了 我们需要有一个计划 那么健哥呢 把自己的计划告诉朋友呢 周一练胸 周二 有氧跑步 周三 练背 周四 有氧跑步 周五 练腿 周六 周日休息 那么人体呢 至少有六大块肌肉啊 我们只练了三大块 对不对 那么下一周 继续 周一 练肩 周二 有氧跑步 周三 练腿 周四 有氧跑步 周五 练我们的二头 小鸡群 周六 练跑步 周日休息 这个计划可以灵活改变的 比如说周一练胸 周一是练胸日 练胸日的话 大家就要抢器械了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 就死板的在那 对不对 那么周一改成什么 周一你可以看你周边的器械 哪个器械 闲着的 你就 改成那块肌肉 比如 练背 和练腿 你就按这个顺序 轮着来就行 两周 循环 年轻的时候 我是 一天练两肌肉 要超过 将近两个小时 再健身 根据我现在的理论 运动强度大了 我们全力以赴 一个小时就够了 所以呢 我们全身的肌肉 练完一遍 大概需要两周的时间 因为你还有 有氧跑步 穿插有氧跑步 如果没有氧的话 那么 一周 我们就可以 练遍全身一遍 可是你缺少了心肺功能的锻炼 所以呢 我觉得 运动 健身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将要陪伴我们一辈子 我们就不用这么急于求成了 就慢慢的练就好了 希望朋友们呢 可以作为参考 好了 朋友们 跑了五十分钟啊 那么 我也提醒朋友们 如果你身上粗 你千万不要立刻脱衣服啊 让汗呢 在冷空气下 被冷却 或者是被风啊 冷空气击退 击到我们体内 实际上就是产生湿气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一定要保护好啊 让它自然消退 哪怕衣服 都是汗 都没有关系 我们到家里 把衣服全换掉 洗掉就OK了 我跑了五十分钟啊 我属于适量跑步 四十分钟到六十分钟 就是适量的运动啊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超过一个半小时以上的话 那么 这就是很多网友说的 为什么有些运动的人 他总是特别显老呢 而你说运动让人更年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运动到一个半小时之后 我们身体消耗的就不仅仅是脂肪 消耗的还有蛋白质 需要蛋白质提供能量 来维持我们的运动强度 有些人跑两个小时 那么你体内的蛋白质的消耗就很大了 蛋白质是什么 蛋白质是维持我们肌肉生长 维持我们这个青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啊 所以呢 你运动时间越长的话 你身体的蛋白质的消耗就会越大越高 而身体内蛋白质的流失是非常可惜的啊 因为蛋白质是提供我们肌肉养料 然后呢维持我们青春的一个重要的能量 如果我们大多数人是为了减肥 为了锻炼为目的的话 我还是说啊 时间很关键啊 40到60分钟就OK了 隔天跑 一周跑四次就没有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元素就是自由肌 就是说过度运动时 我们身体产生的这个能量分子 氧化的过程中会产生自由肌 如果我们运动时间越长 能量氧化的就越多 那么我们身体产生的自由肌越多 如果自由肌越多的话 它是控制不住的 那么它就会对我们身体的细胞膜 包括皮肤细胞进行攻击 攻击后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会让我们皮肤没有弹性 变得粗糙 产生皱纹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只要超过两个小时的运动跑步的人 包括跑半马跑全马的人 他们皮肤不是这种红润的 湿润的 他们的皮肤是非常干燥的 干裂的那种 这就是自由肌攻击的结果 那不光是运动啊 自由肌来自于体内 但是也来自于外肌 那么来自外肌有哪些因素呢 比如说抽烟 你看抽烟的人 他们的皮肤都不会很红润 有弹性的 另外呢 就是汽车尾气 包括呢 炒菜时的油盐 甚至还有化妆品 也许化妆品给你短暂的美貌啊 但是卸了妆之后没法看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素颜来面对镜头 对吗 这样以来呢 我们时刻就处在了一个被自由肌 内外夹击的状态下啊 我们如何来缓解这样的状态呢 果蔬食品实际上是最有效的 特别是番茄红素啊 番茄里的番茄红素是对抗自由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元素 包括呢 维生素C 维生素E啊 含有这样的果蔬食品 都是对抗自由肌的有效的因素 所以呢 我们 大家好 我是本武剑哥 今天是周一啊 下班来力量练习 周一练什么 周一国际练凶日 那我今天也跟着练凶 突然发现今天的这个自拍的设备网单 自拍杆网单 所以呢 我训练的时候的一些动作呢 没法展示给大家了 往常我就是边练 自拍就在那拍着 不过我还是有主题想给大家说的 那我们回家再聊吧 刚运动回到家 今天练的是凶 本来练凶的过程呢 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但是我这个自拍杆啊 忘带了 我记得周六跑步的时候呢 把它也许随手扔在后备箱了 我没有把它随手放在我的健身包里 所以呢 就忘带了 长话短说 说点有用的啊 我今天看评论区有朋友问 我是健身小白 我刚到健身房 我如何操作 我也记得往期很多网友 在评论区也问过这个问题 我都一一回答了 那么既然这么多人在问 那我就在这个视频中统一的说一下 首先呢 我们到健身房 我们要挑选一个非常宽松的 非常透气的这样的运动服 大家健身达人啊 健身爱好者 他们穿的衣服都很宽松对吧 越宽松呢 你肌肉发挥的效果 会越好 第二 我们进入健身房之后呢 首先 我们要去接触跑步机 跑步机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跑步 跑步机是为了热身 我建议你在跑步机上 慢跑50分钟 为什么呢 让有助于我们充分的热身 防止呢 在练习中呢 肌肉被拉伤 关节被拉伤 说到跑步机呢 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在健身房进行跑步 首先呢 这是一件很冤枉的事啊 这种冤呢 是你掏钱员 为什么 跑步机上跑步 我们跑40分钟到60分钟 首先室内的空气 它不流通 因为我们呼吸道是非常有影响的 我们如果在大自然中跑步的话 那空气是流通的 空气是非常新鲜的 有助于我们心肺功能的免疫增加的 室内不是这样 第二呢 跑步机是机械运动 它是靠机械带动传送带 我们在传送带上跑步 这样呢 我们就是在进行一个被动的调整 靠什么来调整 膝盖 膝盖进行被动的调整去跑步的话 那么膝盖的损伤 它的概率 它的损伤率就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坚持在跑步机上跑几年的话 你的膝盖 我觉得就完了 为什么在大自然中路跑上 我们膝盖会比较好呢 道路是固定的 而我们的腿脚膝盖 我们可以自由的调整 我们不需要顾忌道路路面 这就是主动的进行 主动的膝盖调整 如果我们科学适量运动的话 它对我们膝盖的保 对我们膝盖变得更强大 是有好处 大家一定要记住前提 科学适量 有些人跑步 膝盖也跑废了 因为它强度太大 它跑步姿势不对 它腾弓的太高了 都有可能 包括落脚点不对 这些都是有可能损伤膝盖的 你到十分钟的跑步机上的热身之后 我们需要进行一些 轻重量的哑人的热身 特别是我们肩关节的热身 因为肩关节是我们全身最灵活的关节 而你发现没有 你做任何动作都离不开肩 有些人说我做深蹲 你做深蹲的话 杠铃也要压在我们的肩上 所以呢肩关节的活动是非常关键的 最经典的就是这个招财猫 站起来给大家展示 肩关节的活动 我们要找一个适量的 适合自己的重量的哑人来进行 肩关节的活动 这个活动 我们每次去健身旁都可以这样操作 它有助于呢 我们全身的这样的运动 所以肩关节的活动 它一定要持起来 轻重量高次数的这样热身之后呢 我们下一个就开始要 运用哑铃或杠铃这样的自由器械 来进行锻炼 相对于固定器械来说 自由器械它的好处是 有助于我们锻炼我们的肌肉的控制力 这一点很重要 大家发现没有 有些人习惯性的在固定器械上 你练个50公斤 你觉得没问题了 但是你当你在自由器械上练的时候 你会摇晃 你会有点发抖 控制不住 这都是控制力比较差的原因 所以呢 自由器械有助于我们肌肉的更快的进步 但是前提是我们要由轻到重 慢慢来 我们宁可做轻重量的标准的多次数的动作 我们也不去做大重量的失控的 让我们身体变形的动作 这样会产生什么后果呀 这个后果一是拉伤的比起 二是你的肌肉是畸形的 有的人肌肉 也许左边的胸肌要比右边的大 左边的二头要比右边的大 这就是畸形了 我们练的动作不平衡 左右不平衡 那么什么样的重量算是适合我们的重量 就是这个重量你可以做十次 以十次为标准 非常标准的做十次 这个重量你可以控制 不准来做 固定器械是什么 比如说很多很多咱们健身房看到的那些 固定好的都是杠铃片 我们一片一片的查 不管什么动作都可以进行固定练习 固定器械的练习 它也有它的好处 它的好处是可以强化我们的肌群 所以固定器械可以固定我们的动作位置 这样有助于我们增加重量 而在自由器械中我们增加重量容易受伤 容易失衡固定器械它是什么 而且固定器械它比较安全 它都是固定的嘛 它不会对我们产生身体上的伤害 这就是自由器械和固定器械它们之间的短板长板 大家都要记住 利用它们的优势 来完成我们的肌肉训练 大家好我是笨舞剑哥 刚从健身房回来啊 今天没有录像 因为我手机没电了 今天练的是二头三头小鸡群 那么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阳气 我经常跟大家说啊 不要夜跑耗散阳气 大汗淋漓 耗散阳气 老人起来不要洗澡 不要洗头 耗散阳气 实际上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年纪越大的人 他越信这个 为什么 他经历太多了 这个阳气一个东西实际上 不是什么信不信的东西 它确实存在 你想 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中 对吧 那么大自然 赖以生存的是什么 就是太阳 那么我们人在大自然中 那一样离不开太阳 那么人体呢 人体的太阳是什么 就是阳气 阳气的作用是什么呢 你想 太阳 它一定是温和的 对吧 温氧我们全身的组织 阳气 它在我们身体中 起到这样的作用 它不像一个疾病 突然 被炎 突然肠炎 不是的 可是 在人体中潜移默化的 就像我们说的亚健康 说的这个人很虚 它都是阳气产生的效果 所以呢 它既然是一个阳气 它一定对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 对我们人体的内脏 起到一个维护保养 那么缺少了阳气 它就缺少了 保养的这样一个屏障 我们人体就会出现 不健康 为什么 很多老中医啊 包括很多著名的医生 都在说啊 阳气不足 这个阳气对人体 真的很重 所以呢 我们是要保护一起的 而不是好险 那么我前面说的 这三种情况 就是夜跑 大汗淋漓 经常性的啊 偶尔没事 夜跑也是 经常性的夜跑 偶尔夜跑没事 早晨起来 洗澡洗澡 都是耗散阳气 偶尔为之都没关系啊 因为我说了 这是一个内循环性 你偶尔为之没事 就怕是日积月累 经常性 这就可怕了 阳气不足 会有什么症状啊 在我们身体反映的 比如说 经常性的受脚病量 然后呢 阳气 气虚就是阳虚 对吧 阳虚生外寒 外寒是什么 怕冷 怕寒 而且有些朋友啊 我一跑步就起传去去 我一跑步就是满身大汗 这都是 阳虚的表现 有些朋友啊 一旦受凉 或者 吃一些寒冷的东西 比如说冰棍冰高啊 冰淇淋 冰箱里拿出来的冷眼 喝完之后呢 他们就 拉肚子 肚子疼 这都是 阳气不足 阳虚的表现 如果你经常性的 大便不成型 或者是 液尿毒 尿贫 失眠 睡眠不好 大概率啊 也是 阳气不足 阳气不足 阳虚的表现 那么 去除这些方法呢 就跟我们运动 信息相关了 比如说 我不提倡大家夜跑 这是我们保住 阳气的一个好方法啊 比如说 当你大汗淋漓的时候 我建议你降低强度 不要去跟别人攀比 也不要对自己 要求那么高 我必须要跑完 这样 我才能有意志 实际上你坚持就是意志 跑步这个东西 跑得快不如跑得远 跑得远不如跑得远 谁能坚持十年二十年 这才是坚持 所以呢 我不建议朋友们 一口气跑二十公里啊 而且 配速特别快 觉得自己 很牛 身体很好 实际上你 这是在损好身体 损好你的氧气 所以呢 我经常建议大家慢跑 在自己的舒适区去跑步 舒适区啊 只要我跑得舒服 但是前提不是走路 一定要跑起来 慢跑起来 用鼻子呼吸 嘴可以不参与 嘴巴如果参与的话 也没有问题啊 如果你身体没有大汗 你可以这样跑 如果你越跑汗越多 用这强度 用鼻子呼吸 把强度放下来 让汗慢慢的消退 而不是不断的往外冒 还有一些补救的方法 一是我们要注意这几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晒太阳 特别是清晨的太阳 要多晒一晒 第三个呢 我们就是要习惯性的泡 热水脚 睡脚的时候呢 我们里边可以加一些东西 比如说 生姜 比如说花椒 比如说艾草 比如说盐 你后背微微出汗 那都是寒气 也逼出汗 所以呢 我们要以健康的生活方式 来对自己的生活 这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有一段话记下来 写得非常好 一场雨 知道雨来的重要 一场病 知道健康的重要 下雨 伞不好接 有病 钱不好接 雨太大 有伞没用 病太重 有钱没用 最好是 趁着雨没大时 我们找到安全的地方避雨 趁着病没来的时候 我们找到健康的生活方式 希望能对您 这种生活的态度有影响 生活的方式有影响 只分无间隔 运动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 给大家提供两种 补羊补肾的好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八段紧 注意好动作细节 这是站桩 握拳收羊操 尽量在早晨 太阳底下来做这些运动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奔武剑哥 送完女儿来公园跑步 昨天大雾没有晨跑 那么今天 补上 天气还不错 就是有些风 不过没关系 深秋了 秋扫落叶 1 2 3 4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酸甜苦辣 离行过 也醉过 也曾倔强脆弱 依然执着 好了朋友们 跑了50分钟 秋冬季的风真的很冷 可以大家跑步的时候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衣服都要准备好 说什么呢 就是昨天晚上 有个朋友私信我说 他说健哥 那个我跑一公里 我就特别累 特别喘 耐力太差了 都不好意思在 去跟你说 我说什么呢 不要在乎这些 你如果能跑一公里的话 你就先跑一公里 然后呢 你坚持三个月 那么你估计 就会对自己有要求了 有可能就会跑三公里 哪怕是一公里半 两公里 慢慢地增加 如果说 我们真的认为 慢慢跑 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话 那是不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我们慢慢来 不要着急 另外啊 从这个经验和科学的角度呢 我们如果提升耐力的话 我给大家提供几个参考的方向 首先我们参考的是什么呢 我们千万不要追求速度 那就是说 我们要忽视配速 我们按照心率 和这个体感的舒适程度来进行 也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 我们跑步的舒适区 你在舒适区内跑步 当然不是散步和走路 对吧 一定要跑起来 跑起来 比如说慢跑 在我们的舒适区内 我们的心率呢 最好达到一个 130到150这样一个区间 这种速度 去跑步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比如说我们呼吸比较轻松 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呼吸 尽量用鼻呼吸 嘴巴参与的话 强度就大了些 也许不在你的舒适区内 你的心率也许就提高了 超过150 另外呢 我们可以跟慢聊天 跑着边跑步边聊天 这种强度就OK了 所以呢 不是慢跑 还是你的配速多少 只要你跑步的时候 在你舒适的心率区间 另外呢 我们就是要按时间跑 不要考虑公里数 因为我们已经忽视了配速 上面一个参考方向 所以我们按时间跑 一般呢 我们建议呢 40到60分钟 是非常状态好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大家也要跑够至少40分钟 最好60分钟以内 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 那么如果朋友们觉得 时间长度不过瘾 我想跑一个半小时 跑两个小时 那么六日你可以跑一次 这样跑也不行 医学呀 科学呀 我看了很多相关的报道 60分钟一个小时的跑步 这样的时长 是最合理的 对你身体是最好的 再往上的话 那就是一种能量的消耗 和身体的损伤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偶尔为之所以 另外一个参考方向呢 又跟上面的参考方向挂钩 我们除了保持时之外 我们需要有一个规律的跑步 在我的计划中呢 就是隔天跑 一周跑四次 一周跑四次 跑够四次啊 这一点很关键 我们不能就跑一次 一点效果都是没有的 规律性的训练 它就是提升我们的耐力啊 它的重点就是 让我们的运动持续性 很短 第四点呢 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 有些人经常会受伤 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太懂得 科学性的跑步 另外是体质的问题 身体的问题都有可能 所以呢 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恢复 它和训练是同等重要的啊 我们一定要 身体恢复好了 我们再进行练习 如果恢复不好的话 我们还坚持练习的话 那就是一种盲目的坚持啊 没有科学性 这种坚持反而对身体有害 最后一个参考的方向呢 就是耐心 我们要给自己跑步一个目标吧 一个一年度的目标 或者是半年度目标 我先坚持跑看 这半年 我一定按我自己的要求 严格的跑下来 不管遇到任何情况 当然伤病除外啊 我上面也有说明了 这样的坚持 是对你的耐力 是有培养的 它是对我们体质的开发 包括体质的建设 是有好处的 这个耐力实际上 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态度 在生活中 它就叫耐心 任何事情都是一通百通的啊 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方方便面的时候 我们也是需要有耐力 有耐心的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朋友的这个 机游客栈 大家看到 这里充满了音乐的气息 你看这些都是音乐海报 来这儿演出的 这个海报都会在这里贴上 然后进来之后 这是中午我吃的 拌面 这有一个小池 里面有金鱼 鱼系连夜间 来到这里 这是一个阳光房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舒服 我喜欢坐在这儿喝咖啡 这里边就开始有乐器了 这是民族乐器 中间这个乐器叫什么 RWAP 这个是 懂不拉 其他的乐器 我就不太了解了 像 这个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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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这些都是来演奏的乐队的海报 宣传海报 乐醉 民间乐队 地下乐队 然后一些 这是我们在音乐台 所保留的磁带 满墙都是啊 它用亚克力板把它给封上了 催俭 吉琴 都是我们的最爱 然后这边呢 除了乐队演唱的海报之外 还会有 啊 磁带 很多啊 这都是一盘一盘磁平成的 满墙都是 这边就是演奏舞台 每周六会有乐队来演奏 但是现在疫情期间就没有了 这个地方是 乐队演奏的调音台 啊 每次演奏 会有很多人来欣赏 我能于七十年代 都是七零后的 因为我们这几个 以前音乐台的朋友 都是七零后 这就是住宿了 上面三层都是住宿 但是楼道上还是磁带 在这个客栈 我们用这个磁带 将近三千盒磁带和CD 把墙面给装饰起来的 非常的富有音乐感 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感觉 跟我在新疆很多的地方不一样 新疆很多地方充满了民族特色 这个地方呢 反而有些 北上广的这种文艺气息 但是呢 我在这里又能体会到 新疆的味道 所以我每次来 乌鲁木齐 我都是住在 我朋友的这个音乐客栈 那我的视频 毕竟以运动的为主 所以呢 今天除了回忆之外 我还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有坚持运动的习惯 我们除了外 一定要备一套自己喜欢的运动动作来进行运动 我上一期教大家进行了三种深蹲的方法 锻炼我们大腿不同的位置 这个运动是可以我们天天去做的 还有什么动作呢 首先是高抬腿 高抬腿这个动作我们可以作为旅游的必备动作 运动起来非常的方便 单脚算一次 另外就是抬腿肌掌 这个动作也是非常消耗我们的体力 燃脂非常的好 单脚算一次 我教的这几个动作 大家都可以出门旅游的时候 每天进行锻炼 大家好 我是本五健哥 今天下班开始练力量 昨天是有氧 今天我要进行力量训练 而且今天练的是腿 非常耗力的一个动作 不过练完之后 浑身非常的有劲 非常的爽 唉衣服都湿透了 今天没有穿那一衬啊 回家喜欢 往拿了 吸水不水 今天全礼服一个小时没完 我在这个腰硬拉还没练 还是找个时间把它练呢 我经常在蹲腿的时候 说这个搞同素的问题 有些朋友就说什么是搞同素 我想问这个问题的人 跟很多朋友一样啊 都需要了解一下 也许会遭到一些练健美的朋友的耻笑 没有关系 那些毕竟是 少数人群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下 搞同素的作用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回家告诉你 我前面说过 高强度的运动 那就可以 而蹲腿 深蹲 是一个打击群的运动 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运动 所以这个腿部的练 这个深蹲 它可以大幅度的提升 搞同素的水平 而搞同素水平的提高呢 它实际上是让我们 肌肉生长水平提高加快 所以搞同素 其中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发出肌肉生长的信号 那么有些朋友 他内心一定有个疑问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搞同素低 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 比如说我们没有精神 然后呢 锻炼的时候 肌肉呢不长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我们的力量不增反强项 没有食欲 都是搞同素低的 它产生的一些负贫作用 如何提升我们的搞同素 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 大重量的训练 不是玩命的训练啊 我们普通人呢 就是使用我们极限的 大重量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这就是大重量 特别是在练打击圈的时候 我们尽量使用大重量和偏重的重量 去练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重量可以使我们的肌肉 肌纤维刺裂 那么身体在修复肌纤维的过程中 分泌搞同素 第二点就是适量的有氧运动 大家听清楚了 适量的有氧运动 因为长时间的跑步 它会抑制我们的搞同素的分泌 所以呢 我提倡大家不要长时间的跑步 跑一天休一天 45分钟左右 这是我推荐的时间长度 跑到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那对身体是一种损伤 而不是健康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需要每天摄入优质的蛋白 比如说鸡蛋 摄入优质的蛋白 它不仅可以让我们长肌肉 可以促进搞同素的 实际上我觉得 不要用药物的那种蛋白粉 来促进搞同素 应该是健康的做搞 在生活中呢 有很多健康的食品 可以提升搞同素的食物 比如说寒心的食物 贝克雷 秋葵 瘦牛肉 南瓜子 花生 还有坚果类食品 都是可以提升我们搞同素水平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 这一点我就不多强调了 充足的睡眠 对一个人的健康 非常的重要 朋友们 夕阳夕下了 我是奔武健哥 今天是周日 本来应该是我要练这个腿的 已经计划好了 但是今天呢 陪我们家的孩子呢 去南湾公园 去钓螃蟹去了 刚回到这个公园附近 所以感觉忙了一天啊 玩了一天特别的累 感觉去蹲腿的话 有可能会受伤 因为状态不太好 所以呢 我决定改成跑步 跑步跑上50分钟 没有任何问题啊 反而让自己晚上睡觉会更舒服一些 我要跑50分钟 天就黑了啊 抓紧时间 活动完 跑起来 放开你的熟悉 在冬天 梦天飘着大雪 点燃一个伤眼 来帮助青年 我死去的从前 我不喜欢时尚的 点水 6点50分 天已经黑了 路边的路灯已经亮了啊 今天跑的还可以 天气的确非常冷啊 不知道朋友们 你穿了内衬吗 看我的内衬已经湿了啊 但是我外面呢 还是很干的 它起到了一层保护作用啊 对我们身体非常的好 我在路灯下啊 补点光 天太黑了 我在评论区啊 发现了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呢 有些朋友说 我为什么只吃水果 怎么还越吃越肥啊 有的朋友说 我为什么只吃蔬菜 不吃肉 为什么还肥 还有的朋友问 我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汗 我怎么还受不下来 当然还有一种问法 就是 我最近买了一个非常好的 网上评论非常好的减肥药 怎么我吃完之后 身体一是不舒服 二是我还是越吃越肥了 哎 总结一下这些问题啊 我想统一的给大家回答一下啊 我回到家里啊 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那么我们来回答一下 刚才的一系列问题啊 为什么做了减肥的事情 却越减越肥 首先呢 是我们在吃正餐的时候 很多人不正二八经地吃 他想用水果来代替这个正餐 在这里呢 我希望大家记住一点的是什么呢 真正让我们发胖的是碳水 也就是糖 这个水果不管它甜或不甜啊 它里面含有很高的糖分 所以当你放弃了一顿 营养均衡的正餐的时候 你想用水果来代替这个正餐 那么恰恰适得其反 跳进了发胖的大口 我们都知道三分炼七分吃 吃真的很重要 所以第二点呢 一样是犯在饮食上的错误 有些朋友呢 非常喜欢走极端啊 说肉有脂肪容易发胖 所以呢就不吃肉了 只吃菜不吃肉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呢 单纯的摄入油 在我们的体内 它是不会产生脂肪的 我前面说过了 只有碳水 才能够形成脂肪 所以呢 油碳的食品 最容易在我们体内产生脂肪 类似于我们喜欢吃的油条 面包 烤肤 油炸食品 实际上脂肪是一个好东西 它是我们生长激素 合成必不可少 而我们身体缺少脂肪后呢 那种脂肪类的 微生素 就说A B C 我们人体是很吸收的 所以摄入脂肪 发胖 这样一个结论 或者是认知的话 是错误的 第三种认知呢 我认为很可笑 但是很多朋友们都这样认为 就是认为出汗可以让 在这种认知下 所以很多人怎么出汗怎么来 有一种东西叫爆汗服 很多人都买了 上了自己的智商水 为什么这样说呀 出汗呢 就是一个温度调节的过程 你运动中出多少汗 你喝几口水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我在跑步的时候 总是告诉大家 急需不顺 就是这个道理 大家可以想一下嘛 如果出汗真能够减脂肪 那我们还运动干什么呢 很多方法都可以出汗 去桑拿房 天天去哪 是不是就减肥了 这是不可 还有一种方法呢 有的朋友说我吃减肥药 为什么还减不了肥呀 真是拿生命开玩笑 因为很多减肥药理的成分呢 都是不透明的 你不知道它能够放 这些东西对你身体有害没害 伤家是不合适的 它们只会让你不停地买肥 而这些减肥药理的成分 会扰乱我们身体内的激素分泌 扰乱我们身体的正常代谢 会让我们体内乱了头 可这是减肥呢 减命呢 玩命呢 既然商家不说 那么这些东西或多或少 都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这是有风险 千万不要玩运动 实际上减肥难的不是方法 方法实际上很减肥 实际上就是你的设想 说出多你就减肥 也就是说你吃的少 运动多你就减肥 难的是什么 难的是你能够坚持这样去做 你能控制住自己 你能够不走极端的这样坚持下去 能够不走捷径 不去想走捷径这样的路径去减肥 去运动吗 这是最关键 好了朋友们 我是本武健哥 运动让你预解更好的自己 今天是周二 下班今天是有洋跑步 有些朋友还在问我 说一周跑几次合适 我就隔天跑就好了 那么一周就三四次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我们要跑够时间 一个小时是最佳的时间 我们忽视配速忽视距离 我们只在乎一下心率就OK了 只要你坚持 特别是减肥的朋友们 一定会减下去的 相信我 好了那我们跑起来 好了朋友们 跑了一个小时啊 刮起大风了 天有不测风云啊 有些朋友跟我说 健哥这个阳气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晚上不让跑步 晚上为什么就散阳气 啊这话题有点长啊 我回家跟大家说 我到家了啊 总之有朋友在问这个 健哥你为什么 也不知道 首先是旁边已经有点拒绝了 是初二终 初二终 初二终 日落下来 你把它休息了 你让我去 你让我去 很多氧气 这个氧气就很氧气 而这个氧气不绝对 怎么样 氧气没破坏 这个氧气啊 可能人的疾病 可能看不见 所以呢 很多人都不在啊 因为是年轻人 我受到 无畏的 肯定也跑 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跑完 就会 很严重 是我们要走 可以的 如果 我们仰气 充足了 我们才能够 但自己的经历 原来 就是 需要 需要 那如果阳气阳 会叶不高 会叶不高 那我们要点个 精神 笑 温柔 年轻 会造成什么 还是 实现 人体的实现 那我们再来说个实现 把阳气阳造成 这个实现 是我们的心脏 最重要的 这个实乎 我们最需要的 实现 一样的想象 如果在这个实现 要我们的心血 不是 所以人呢 就会越来越危险 有些朋友说 我真的没有 有 要夜空 在八点前 结束 新闻 新闻 这是我的朋友 这是我为什么 七点之前 是 我 是 是 我 是 我 我 所以阴和阳我们要保持平衡 晚上过度的运动 阳气扩散之后阴阳就不平衡 阳气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但它的确是我们的生命之本 好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笨舞杰哥 今天周一 一般周一是全国健身房的撸铁健胸日 我今天也来练胸了 实际上健身练习的动作顺序和组合 就像厨师陪菜一样 食材都是一样的 但是做出来的味道各不相同 那么我今天练胸选择的是全胸面 上速两个动作 中速两个动作 下速两个动作 每个动作四组 每组十到十六次 最后吊杠 拉伸一下胸肌 顺便做一下腹肌的锻炼 一时二样 好了朋友们 全力以赴一个小时 今天把胸给练了 六个动作 每个动作四组 今天呢 有一个教练带着一个学员 跟会员抢器械 影响非常不好 刚才的一幕 一个年轻的教练在教他的学员 然后这边有个会员呢 应该在练上速的推 其实一些 然后可以下一期 做得还挺平凡的 但是呢 这个私教直接就上去了 直接写杠练 也不问人 你练几组了 怎么 或者说我们一起轮着来练 这些你基本的 对 就这个年轻的教练 真的缺乏一些基本的东西 这个重点的水分真的很大